第26章,1958年至1962年,有些人已死去,有些人已远离,还有一些已被忘记,所有人已分离,所有人,所有人已失去那些熟悉的老面孔。查尔斯,兰姆,熟悉的老面孔,1798年。 1958年12月初,泡利临近58岁生日,他却看上去气色不佳,好像身体不太舒服。他在苏黎市的大学里讲课的时候,说自己胃疼,于是在12月5日星期五的下午,叫了辆出租车回家休息。 第二天,他去市中心的红十字医院检查,由于检查的结果不确定,他被要求住院治疗,医生决定除了手术而别无他选。 一个星期以后,对他实施了手术,当医生将他的腹部切开后,发现他的一线肿瘤长得太大了,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而根本无法切除。 手术后不到48小时,他就去世了。 一亿,泡利人生的最后一年,可以说是有稀有悲。 他跟海森博正在一起,研发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但他们之间就这个理论发生了一次争吵,使两人的关系交恶,并且变得不可弥合。 但泡利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也奠定了他对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 在1956年下出的一个早晨,他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两位实验学家发来的电报说,他们确定已经发现了中微子。 这种粒子是泡利预测的,但迪拉克和其他人都怀疑他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 正如泡利所预见的那样,中微子不带电荷,与电子一样自旋,并且显然不具备质量。 这种最新被发现的粒子,基本通过极其细微的弱力与物质相互作用。 每秒钟有一万兆兆的中微子穿行地球,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微子,大多数都是直接穿行而不产生偏移。 这个发现对于泡利来说是一个胜利,但是两年后,自然又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个教训。 他对于弱相互作用的直觉,被证实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故事始于1956年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两位年轻的中国理论物理学者,杨振宁,C.N.弗兰克·杨和李正道,人们通常叫他TD,提出的建议被泡利和其他人认为是非常可笑的。 当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微弱时,大自然可能会选择打破左右之间的完美对称,即所谓的机偶对称。 在最基本的层面,重力和电磁都具有两面性,做一个实验就可以了解这种相互作用。 如果将粒子的结构设置为可以从左到右置换,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如同它们自身的景象。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李正道和杨振宁的建议下,有两组人正在进行实验,调查若相互作用,是否成左右对称。 其中一个实验小组,由积极自信地出生在上海的女科学家吴建雄,一,领导。 而另一组则是由爱讲俏皮话的纽约人立昂·莱德曼·利安·雷德曼·利安·雷德曼·主持。 这两组实验都在1957年1月中旬纽约的严寒中达到了高潮,他们确定泡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并证实了李正道和杨振宁的怀疑是正确的,在弱相互作用下,大自然确实区分左右。 这个结果,不仅在物理学家当中引起了轰动,甚至被纽约时报在投版显著报道,但狄拉克并没有对这个发现感到吃惊。 二,他在1949年写的《回顾相对论》的评论文章的序言里,就遇见了极有对称可以被打破的可能性。 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思考,即如果粒子的位置在镜子中被颠倒,产生左右置换。 另外,如果时间回转而不是前行,那么对自然的量子描述是否还会保持不变? 他在做结论的时候,采用了撰写技术文章不常用的手法,使用了个人代词,针对这些时空中的倒影。 我不认为,物理法则有任何必要一定保持不变,尽管到目前为止,所有已知的自然物理法则都具备这样的不变性。 狄拉克已经意识到,尽管引力定律和电磁定律都具有左右对称性和逆时对称性,但其他基础的相互作用法则可能不具备这样的特性。 顶级的物理学家当中,没有人记得读过狄拉克写的这些话,甚至连他自己也忘了他曾写过这样的文章。 三,三1949年以后,他意识到在时间和空间中可能存在量子的不对称性,但他显然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仅在一次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中提到过此事。 四,四几年后,当他听到同事们都在震惊地议论语称破缺时,他会平静地提醒他们注意他论文中的这一段落。 五,每当有学生问及此事,他只是说,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著作中提过这个问题。 六,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对自己所做的贡献期望太多的喝彩,科学的规范法则就是胜者为王。 这使得李正道和杨振宁有资格就打破机偶对称性这一重要发现独享全部的赞誉。 五,七,他们的这一重要发现是当今时代一个伟大的发现。 泡利的趣事自然从老一辈理论物理学家的兄弟同盟中,清除了狄拉克所不喜欢的一个成员。 他们俩尽管没有公然地彼此竞争,但敌对的暗流一直在他们表面的友善下涌动。 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方法不同,泡利是一位保守的分析师,而狄拉克却是一位革命性的直觉主义者。 但无需将他们两人区分开来。 泡利大部分的同事认为被他粗俗地侮辱,只是为换取他高质量的见解,所需付出的一点点代价而已。 但狄拉克却表示反对,他经常在讲座过程中,跑题提醒听众说每当一个新概念出现时,泡利就经常压错了宝。 这其中就包括当电子自旋的理论仍处于萌芽阶段时,他就全然粉碎了这个想法。 六,八,很显然。 狄拉克也不能原谅泡利曾对自己无情的狂轰滥炸。 或许每当泡利斯盯着他时,谴责他的空学理论时,以及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时,狄拉克从泡利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 除了他像斯芬克斯一样凝视着电视,表情肃穆地看新闻,狄拉克的女儿们从没有看到过父亲对政治表现出过多的兴趣。 曼琪却不一样,他密切地注意国际上发生的事件并且对很多事件都持有自己很强烈的观点。 他还花费很多下午的时光在电话里和朋友们讨论这些事件。 1956年11月,他和家人,其中就有他的哥哥魏格纳,悲哀地眼看着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在匈牙利镇压反政府的武装暴动。 作为莫斯科的傀儡政权,匈牙利政府杀害了大约2万匈牙利人,朗道谴责赫赫鲁晓夫和他的政治局。 久在英国,连平时对苏联一向态度温和的新政治家、杂志都抨击苏联的行为。 时不久,共产党阵营就出现了大出血的局面,剑桥学者当中的极左翼核心成员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伯纳尔和其他少数的几位仍然对自己事业的忠诚始终未解。 狄拉克似乎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甚至和最亲近的朋友也只字未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他身上好像已经找不到他年轻时所持的理想主义的任何痕迹。 当然初次见到塔姆·达利埃尔·泰姆·德尔耶尔时,他十分罕见地发泄了自己对政治的厌恶。 达利埃尔是一位在伊顿工学受过教育的保守党成员,但在1956年英国向埃及发起灾难性入侵,以及随后而来的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后,他转而加入了工党。 达拉克表明了,他对达利埃尔特利独行地改变自己政治信仰的赞赏,但还是尖锐地补充道,我不喜欢政客。 11. 然而达拉克仍然密切关注来自苏联的报道。 他在1957年11月底写给卡皮查的信中说,我们都为人造地球卫星感到非常兴奋。 12. 他是在10月5日早晨听说人造卫星的发射,这显然是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0周年的标志。 7. 13. 那天晚上,在黄昏降临后不久,他和莫妮卡在卡文迪10到7号的后院里仰望星空,希望能够看到闪烁的卫星划过夜空。 14. 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是一个旋转的红色月亮,是一个沙滩气球大小的球体,在95分钟的时间内环绕地球一周。 这些报道足足有一个星期都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头条,迪拉克贪婪的一口气,将这些消息全看了个遍。 15. 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将西方对于苏联科技的态度由屈尊变为敬畏。 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人造卫星敲响了可怕的警钟,更让人不安的是,美国在12月初试图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但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它在升空后几秒钟就爆炸了。 一位记者业余的建议,它应当被命名为短暂逗留的人造卫星。 16. 苏联人造卫星的使命,就是表明苏联人马上就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很快就可以载人进入太空。 这些使命让媒体和政客们陷入了恐慌。 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在许多美国人眼里的落后农业国家,现在在科学教育方面已经源源领先于美国。 爱德华,泰勒在电视上宣布美国再一次比珍珠港更重要,并且更伟大的战役上失利。 17. 生活,杂志还指出,美国四分之三的高中学生根本不学习物理。 所有这些压力的结果导致,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呼吁在美国的学校复兴科学课程,并且国会在1957至1961年间将研究发展的联邦支出翻了一倍,达到90亿美元。 这一慷慨赏赐的一个不太可能的受益者,就是高能物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一代的亚原子粒子加速器,就是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所催生的。 狄拉克对于太空飞行技术非常感兴趣,正如他对一切科学所能带来的益处都感兴趣一样。 他看着电视镜头里所展现的卫星发射的画面,那种热情一如他当年在朱利叶斯路6号的后院里观察第一架飞机升空。 但是他也感到困惑,为什么太空火箭是垂直发射,而不是水平发射? 至少在他看来,将火箭推送到太空和启动载重很沉的飞机具有同样的挑战。 而垂直起飞是极其低效的,因为在火箭脱离发射台之前已经消耗了很多燃料。 因此,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在高速的情况下,水平发射火箭。 狄拉克很着迷于这个问题。 1961年5月,就在美国人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后不久,不到一个月前,苏联人又抢在他们前头了。 狄拉克在圣约翰学院的午餐会上,让两个和他一同吃饭的同事大吃一惊,这次他没有习惯性的静坐,而是不停地谈论火箭,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一个小时。 8、18。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密切关注关于苏联和美国太空计划的报道,并且积极参加皇家科学院召开的关于这个领域的专业会议。 即便在和几个专家讨论过后,他仍然不相信垂直发射火箭是最经济的发射方法,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方式,要求NASA为此做出解释。 9、19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们告知迪拉克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低估了大气对于火箭牵拉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太空火箭引擎的性能,引擎的性能随着高度的攀升而提高。 10、20火箭被垂直发射以便迅速攀升,并使得火箭达到一定的高度。 当火箭处于这样的高度时,可以使抑制火箭上升的气动压力比在地面时的气动压力低得多。 由于高度越高空气越稀薄,引擎排放装置可以被赋予更大的推力。 这些优势整合在一起,使得垂直发射火箭更加经济。 有好几个专家都这样向迪拉克解释,但他似乎从来没有太相信他们的话。 自从迪拉克1923年来到剑桥,他的工作环境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在剑桥的几个科学系的共同推动下,使得他们的工作环境得以更有效的管理。 部分原因是,他们能够成功地与其他国际上的科学中心竞争,实际上是要和大学其他的系竞争。 在迪拉克所属的辖区,这个推动力的核心是乔治·巴彻勒·George Batchelor,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数学家。 他毫不妥协的态度,使每个人都不会怀疑他的雄心壮志。 巴彻勒那时还不到40岁,皮肤和犀牛一样粗糙,是一位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 这个学科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气体和液体的流动。 迪拉克对这个学科不感兴趣,他认为这在理论物理方面简直就是小事一桩。 他也不喜欢巴彻勒,巴彻勒是少数几个能挑逗他自命不凡的人。 他们的同事约翰·普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回忆说,迪拉克有一次得罪了巴彻勒,他把乔治·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这位流体力学的先驱,说成是一位二流的卢卡斯教授。 21.自从1959年秋季学期开始以后,迪拉克正式的工作部门是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系。 21.这个系的领导就是巴彻勒。 21.巴彻勒作为一个效率高且友善的领导,颇得普尔金霍恩的钦佩。 21.但是迪拉克和同事弗雷德或伊尔·Fred Phil两人拒绝在新的系里拥有办公室,或伊尔现在是一流的宇宙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播音员,他们俩都不喜欢巴彻勒要做的所有改变。 21.巴彻勒建议的改革之一就是采用分享成果的方式,共同从事研究。 22.这个主张对迪拉克太不利了,在他非常罕见地参加的一些新的社交活动的场合上,他看上去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回来的避难者。 在讲座上,他也时常显得昏昏欲睡,但有时他也会提出一些重肯的问题,以揭穿谎言。 但他表现得对最新的研究发现一无所知,会使一些资深的同事感到尴尬。 他甚至不知道连新入学的学生都熟悉的新例子。 11.22.尽管迪拉克不是一个计较体面的人,但当巴彻勒将他从他已经占据了差不多25年之久的办公室中赶出去时,他还是被激怒了,他还被迫自愿增加了课时。 他被一系列这样的怠慢所伤害,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当一个爱管闲事的停车场管理员告诉他,无权在那里停车时,他终于爆发了。 约翰·普尔金霍恩回忆起迪拉克当时的反应说,他大发雷霆,告诉停车管理员说,他的车在那里已经停了20年了。 23.迪拉克接受巴车勒对自己所做的行政决策,但曼奇却没有像他那样屈从,他给副校长写了一封非常尖刻的信,副校长倒是回信做了一番安慰,但很快也就将他忘在了脑后。 12.24大学当局不再感到有必要使他保持快乐了,迪拉克很清楚这一点。 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的不愉快,迪拉克的婚姻也第一次陷入了紧张状态。 圣约翰学院的一位教员的妻子就对此有些许的察觉,那天在沃尔沃斯超市门外,曼奇曼不惊心地和他搭话说,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和我说话了,我实在太无聊了。 25.迪拉克在剑桥的熟人对于这样的事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从来不能完全理解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怎么能够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但这种幸福相当一部分是表演。 关起门来时,他对他的态度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有一天,他会伸出手臂拥抱他并且风情万众地问他是否爱他。 而第二天,他又会生气地跟他说,如果我有其他的去处,我就离开这个家。 13.26.这样的威胁对迪拉克是不奏效的。 有一种说法是,有一次在他吃晚饭的时候,他立声对他说,如果我离开你会怎么样? 这只会招来他这样的回答,他停了有半分钟,然后说我会说再见,亲爱的。 27.尽管他有失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研究已经枯竭了,但迪拉克仍然在苦苦思索他的物理学。 当他示意曼琪他在工作时,曼琪会命令女儿们保持安静,莫妮卡会退回到自己的房间,而玛丽会关掉留声机,不然他会无休止地发出俄克拉河马。 14.现在两个女儿都是青少年了,他们意识到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异常地安静并且很低调。 28.他曾跟莫妮卡说,我很幸运,进了非常好的学校,遇见非常优秀的老师。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 29.加布里埃尔已经从他的精神疾病中康复,他十分清楚继父的地位,连他的性都会引来他从事数学研究的同事们 逗落的评论,但这对他丝毫不造成伤害。迪拉克和加布里埃尔很亲近,他常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加布里埃尔打造自己的事业,他们经常通信,常在信中揣摩彼此从报纸上读到的象棋问题,G.H.哈代将这些象棋问题比作纯数学圣歌的美妙旋律三十。 朱迪一家,到了1960年夏天,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相对疏远一些,他与母亲长期不和,曼琪对他实在丧失了耐心。 许多他们家的亲友证实,曼琪做妻子比做母亲要称职得多。曼琪总是很支持丈夫,并且十分忠诚,但对孩子们却常常麻木不仁。 玛丽似乎是他母亲的刀子嘴,最大的受害者。曼琪会反复恫吓她说她,很丑陋,并且还很懒惰。 懒惰这个词,他会用在家里,每一个不挣工资的人身上,这也包括迪拉克的妹妹被递。 三十一。但是所有人,尤其是迪拉克,不敢提醒曼琪她还没有做过一天挣薪水的工作呢。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玛丽回到家,并且在剑桥找到了工作,她正在考虑移民。 而莫妮卡正在准备进大学学习地质。 姑娘们很快变得非常独立,而迪拉克夫妇也想利用他们重新获得的自由到更多的地方旅行。 令人惊奇的是,曼琪待人如此友善,却在剑桥少有朋友,她只和约翰,考克罗夫特爵士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往密切。 而她也不断地计划出国,看望她的家人和朋友,她想离剑桥越远越好。 迪拉克也有同感,她在自己所工作的戏里是个局外人,并且不满于巴彻勒的图谋,她更愿意待在一个自己被认可的地方。 结果是,直到1969年,迪拉克退休的十二年间,迪拉克夫妇离开剑桥的时间几乎和他们待在剑桥的时间差不多。 就在中微子被发现后不久,迪拉克有了一个想法,就是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解释这种例子的存在。 十五、三十二这个想法在1958年9月,她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做另一期的访问学者时,就已经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了。 她想用她所喜欢的建立基础理论的方式,发展爱因斯坦的理论,并使用哈密顿的理论来描述相互作用。 她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基本类型的厂、电磁厂、引力厂等都找出一个通用的经典描述,为对这些厂进行量子化打下基础。 虽然她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但她分析广义相对论的方法,为理解引力,提供了新的见解。 1959年1月底,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在纽约的一股刺骨的寒流袭击下召开了,迪拉克在年会上做了发言,她在发言中描述了她的一些新见解。 迪拉克总是很反感大型集会,她可能并不期待在纽约的日子,每天要从宾夕法尼亚车站走两个路口到巨大的,公满过热的纽约客酒店,加入到有5000名代表的大会中,那些代表多数人都穿着笔挺的白衬衫,打着领带,衬衫的袖子都是腕上去的。 如果迪拉克不是一位科学名人,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参加会议不起眼的代表,但是她的声望使得她的到来成为酒吧和餐厅里的主要话题。 许多观众在午餐后会提早来到宴会厅,只为保住一个席位以聆听迪拉克的讲话。 这个巨大的宴会厅设在两个直通房顶的妨碍奥尼亚式的大柱子之间,房顶上还吊着三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像廉价的珠宝一样点缀着房间。 狄拉克在讲话的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不会评论时下流行的物理粒子,而是谈一谈电磁和引力的相互作用。 电磁和引力在几个世纪以来都被大家所熟知,但人们仍然对此并不十分了解。 听众里所有人都知道,麦克思维的电磁理论预示了电磁波的存在,例如可见光,且电磁场的能量以量子形式传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光子。 以相类似的方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示了引力波的存在。 狄拉克宣称他对于引力场能量的研究表明,引力场能量是通过单独一种量子传递,他称这种量子为引力子。 引力子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术语,他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首次出现在一本叫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期刊中。 16.33.狄拉克重新引用了这个名称之后,就引起了骚动。 他指出,探测这些例子要比光子困难得多,但是实验学者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开始捕捉它们。 他的话给纽约时报的记者,罗伯特·普拉姆·Robert Plum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预测。 于是第二天,普拉姆的报道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狄拉克相信他这次的假设与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正电子的假设属于同一级别。 34.狄拉克并没有将广义相对论成功的量子化,但他所采用的哈密顿的方法被证明是他对于相对论最具影响力的贡献。 17.35.它的方法使爱因斯坦的方程被方便地设置成一个相对简单的形式,尤其在引力场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当然其他物理学家也独立开发出了类似的技术。 18.狄拉克社族相对论在多数物理学家看来是很奇怪的事。 18.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研究广义相对论与产业化规模的粒子物理学箱比如同落后的家庭手工业。 18.相对论对于理论学家来说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课题,而狄拉克却是为数不多地认为有必要发展这一理论的人。 18.他认为需要找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引力和电磁,这是非常重要的。 18.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强相互作用以及被作用的粒子,其中也包括新近被发现的戒子。 18.费曼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他在1961年秋天再一次在索尔维会议上与狄拉克会面。 18.这次他们俩又进行了一次极具品特风格的充满戏剧性的对话。 18.费曼,我是费曼。 18.狄拉克,我是狄拉克,然后是陈默。 18.费曼,崇拜地说,能发现那样一个方程,感觉一定棒极了吧。 18.狄拉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8.停顿。 18.狄拉克,你从事什么方面的研究? 19.费曼,戒子。 19.狄拉克,你是想为戒子发现一个方程吗? 19.狄拉克,那是非常困难的。 19.狄拉克,总结性地说,那也必须有人试一试。 19.36.曾经在本科学习时,做过狄拉克学生的阿卜都论。 19.狄拉克,萨拉姆就坐在他身边。 19.狄拉克的沉默,甚至让萨拉姆都感到吃惊。 19.狄拉克,从狄拉克和费曼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是, 19.狄拉克的举止,甚至用他自己的标准衡量都是十分怪异的。 19.狄拉克的举止,甚至用他自己的标准衡量都是十分怪异的。 19.狄拉克,他根本不记得费曼了。 19.狄拉克对于别人长相的记忆非常糟糕。 19.狄拉克,他很少能记住与他只见过一面的物理学家。 19.狄拉克,哪怕是性格让人如此难忘的费曼也不例外。 19.狄拉克坚信了解,在强相互作用下的粒子的最佳方式, 19.狄拉克,就是用方程描述它们的行为运动。 19.狄拉克,他在发现电子的方程时也是这样做的。 19.狄拉克,但多数理论学家并不沿着这条思路思考。 19.狄拉克,有些人正在探索新的常论。 而有些人干脆放弃了寻找描述粒子运动的方程,而只寻求概括的描述当粒子相互作用时所发生的现象。 这种方法,就是一个将粒子每一个可能的初始化状态分布在一个散射矩阵里。 这样就可以推导出所有可能的最终结果。 狄拉克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认为这是徒有其表。 19.37.除了强相互作用的粒子外,实验者还发现,在亚原子的大家族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分支。 这一分支在1946年关于宇宙射线的实验中首次被提到。 当时卡尔·安德森识别出一种新粒子,被他后来称作是μ介子。 这种粒子的质量大约是电子的200倍,并且非常不稳定。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和电子十分相似,具有同样的自旋且没有强相互作用。 但是它们和电子之间也有至关重要的差异。 在1962年,实验显示μ介子与自身种类的中微子有关。 这与和电子相关联的其他我们所熟悉的中微子不同。 所有这四种粒子,电子,μ介子和正负中微子,似乎都不含任何成分,并且似乎同属一个分支。 它们后来被称为氢子,引用的是利昂。 莱德曼所起的名字,它是从希腊语Leptos一词得来的,意思是小而精致。 新粒子发现通常不会引发迪拉克的好奇心。 它仍然对光子和电子产生疑问。 但是到了1961年年底,迪拉克却一反常态开始研究星星的问题,直至他解决了纠缠自己的疑问。 他试着了解μ介子,并且认为它很可能仅仅是电子激发的产物。 他放弃了通常将电子描述成一个点粒子的做法。 而是想象电子是在电磁场中的一个球形气泡。 他建议说,我们可以将μ介子看成是被辐射性震荡所激发的电子。 迪拉克使用相对论描述这个气泡。 而相对论的公式正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下描述事物的运动。 这在应用数学领域是一件非常崇高的尝试, 但多数物理学家却忽略了它。 显然因为它对于电子的解释太超出传统。 他给出的粒子的几何描述通常是建立在没有大小也忽略自旋的假设条件下。 这个理论也很难赢得怀疑者的幸福。 迪拉克计算了他的电子第一个量子激发的质量, 只是以测量出的μ介子质量的四分之一。 迪拉克在1962年10月16日一个温暖的秋日下午, 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向同事们首次展示了他的扩展电子理论。 奥本海默就坐在听众席的头一排, 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仍然很激进敏锐, 他的脸色看上去像一层蛋壳,好像随时会破碎。 38他仍然像一个大检察官一样做出明智的评论, 通常会开演讲者的玩笑, 他有时还会转过身环式听众席, 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观点。 但如果是迪拉克在做演讲时, 奥本海默就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下午6点半,就在迪拉克的听众们纷纷散去的一个小时后, 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他的官员们讨论了一个紧急的情报, 苏联人正在古巴建立秘密的导弹基地, 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州只有90英里, 因此,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 三十九六天后,肯尼迪将这条情报公布于众, 宣布对古巴施行海上封锁, 并要求苏联撤走导弹。 赫鲁晓夫愤怒地拒绝做出让步, 现在奥本海默所培养的两支独蝎症彼此向对方虎视眈眈。 紧张的局势在10月28日有所缓和, 苏联同意在美国做出让步的前提下移除导弹。 和许多人一样, 迪拉克在普林斯顿从电视上看到危机在展开, 他可能会想他是否即将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次人类是否能侥幸生存下来呢? 我们这个地球似乎又要落在战争狂人, 奇爱博士之手,二十,任其百步了。 波尔活得足够长寿, 刚好让他看到了古巴的导弹危机。 就在导弹危机爆发的三个星期以后, 他星期天在家里和夫人玛格丽特用晚午膳后, 上楼去睡一会儿就没有再起来, 他死于心衰竭。 在给玛格丽特的调研信中, 迪拉克写道, 他听到一个我最亲密的朋友逝去的消息后极度悲伤, 并且他回忆起1926年在哥本哈根与波尔夫妇第一次相处时的情景。 我对尼尔斯所表现出的智慧至今印象颇深, 他的智慧不仅表现在物理方面, 而且表现在所有人类思想的学科。 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智慧的人, 我也尽我所能地吸取他所传递给我的智慧。 40? 最近迪拉克经受了一系列打击, 他眼见着他最亲密的同事一个又一个的相继去世。 在普林斯顿, 逢诺依曼于1957年去世, 紧接着士凡伯伦于1960年去世。 就在波尔去世前仅11个月, 迪拉克刚刚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为薛定谔所写的一篇道文, 薛定谔由于心脏病死在了他在维也纳的家中。 迪拉克在文中以自己的方式, 为薛定谔在1938年5月发表支持纳粹言论做了辩护。 他受到胁迫表示赞同纳粹政权, 而他尽量做的含糊其词。 41许多读过薛定谔那篇欢快的宣誓支持元首意愿文章的人, 以前并没有注意到他字里行间包含着很多模棱两可。 但是,在海森博和卡皮查看来, 不能指责迪拉克对朋友的忠诚。 在1962年以前, 迪拉克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公开谈论自己对于量子力学的开端的回忆。 但是那一年, 当他60岁的时候, 他改变了主意。 他同意接受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采访。 库恩是范弗莱克以前的学生, 他说服迪拉克帮助他编转量子物理的历史档案。 库恩知道在不熟悉的环境与陌生人交谈时, 迪拉克会感到紧张。 因此, 他将第一次采访安排在魏格纳在普林斯顿的家中进行。 有魏格纳在场并且还时常穿插一些措辞巧妙的提问, 就能引迪拉克开口说话了。 在4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 迪拉克平静且清晰地讲述, 他的语气时而迟疑不绝, 时而略感有趣, 好像每个人都会对他的话感兴趣。 近40年来, 关于他的成长经历, 迪拉克对他在物理界的同事们几乎只字不提, 但库恩和魏格纳却听到他倾诉了他的儿时记忆, 家庭生活的细节连猪炮一般地从他的口中涌出。 42, 采访开始大约10分钟, 迪拉克就开始谈他的哥哥。 这很显然是魏格纳惊心措辞的问题所引发的, 魏格纳自己也对迪拉克的反应表示出些许的难以置信。 这两个人彼此相识, 35年来还是第一次谈论这个话题。 在这一部分的采访中, 迪拉克还和往常一样语气轻柔, 但他认真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似乎承载着沉重的悲伤和遗憾。 特别是当魏格纳问他, 菲利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他说, 我想他只是感到非常压抑。 并且, 嗯, 那种生活, 我们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环境中长大。 对于他, 还有我, 都是非常压抑的, 还有一个比自己聪明很多的弟弟, 所有这些都会让他感到相当郁闷。 43, 迪拉克仍保留了许多没说, 但库恩和魏格纳很明智的没有进一步追问。 如果他们那样做, 那他很可能就闭嘴不谈了, 甚至可能拒绝进一步的采访。 私下里, 迪拉克对于哥哥自杀的原因毫无疑问。 他曾告诉科特, 侯佛说他确信他父亲对于这场悲剧负有主要责任, 查尔斯拒绝给予菲利一个正常成长的环境, 还违背他的意愿, 强迫他说法语, 并且使他想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破灭。 44, 但是, 即便经过了几十年的思考, 迪拉克仍然不懂他父亲在菲利自杀后内心的悲伤, 正如他对亲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 他父亲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只不过, 父亲也是他唯一厌恶的人。 21, 45, 采访后三个月, 库恩写信给迪拉克对于他的参与表示感谢, 并且告诉迪拉克他将菲利之死的那段披露打印成稿件, 并单独存档以备日后之需。 22, 46, 但他在发表的版本中将这一段删除了。 这份资料在迪拉克去世后才被公开。 1962年, 迪拉克即将进入他在剑桥工作生涯的最后阶段, 他的家庭环境也在迅速发生变化, 他女儿玛丽正准备移民美国。 莫妮卡已经上大学了, 但之热衷劈头事。 就在离家上大学前, 莫妮卡被母亲赶出了家门, 青春时期的朱迪也从母亲那里得到过同样的待遇。 47现在, 朱迪一家定居在美国, 而加布里埃尔则在欧洲追求自己在学术上的事业。 迪拉克想象自己将在剑桥的家里度过余生, 每天整理一下花园或是在书房里工作。 但曼琪却有其他的想法。 1, 吴建雄的出生地应该为苏州。 一者注。 2, 在这一消息被公布之前, 迪拉克在剑桥可能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了此事。 对该实验的第一次报道被发表在1957年1月17日未报。 作者注。 3, 迪拉克于1948年在勒孔特的论文答辩中提出过量子力学中左右对称的问题。 参见达利兹和佩尔斯著作《1986年》。 作者注。 4, 1970年8月25日, 迪拉克给物理学家伊万沃勒的一张字条上写道, 我不相信, 如当代物理学评论第21章第393页所陈述的那样, 有任何必要存在P和T两个不变量, 但我从没有探究过原因。 P, A,M, 迪拉克。 参见沃勒文献RSAS, 也可参见派斯著作《1986年》。 作者注。 5, 7年后的1964年, 来自普林斯顿的两位实验学家确认, 当时间逆转时, 涉及弱相互作用的一些量子过程并不对称。 这一结论再次让多数物理学家感到震惊, 但是, 迪拉克并不感到奇怪, 因为他在1949年撰写的《关于相对论的论文》中的两个段落里, 也遇见了这种可能性。 作者注。 6, 押错了宝这句话, 是在1980年5月召开的费米实验室研讨会的圆桌讨论时说的, 参见布朗和霍奇森著作。 1983年, 全然粉碎这句话, 是1974年7月26日, 在西班牙的阿贡研讨会上迪拉克谈话时说的, 参见演讲稿历史角度谈字悬, 迪拉克文献2293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7, 《新政治家》杂志在1957年10月26日和11月9日, 分别指出了这一事件与周年纪念的关联。 作者注。 8, 和迪拉克同进午餐的两位物理学家, 分别为彼得、 兰绍福和约翰、 纳托尔。 参见2006年4月6日, 对彼得、 兰绍福的采访。 作者注。 9, 参见迪拉克于1974年7月19日之沃尔特, 卡普兰的信, 迪拉克文献276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10, 感谢鲍伯, 帕金森和道格, 米勒德为我讲解太空火箭之所以垂直升空而不水平升空的原因。 作者注。 11, 2003年7月11日, 对约翰、 波尔金、 霍恩爵士的采访。 迪拉克有一次问道, 戒子是什么? 而戒子是一种几乎所有粒子物理研究人员众所周知的粒子。 作者注。 12, 参见2003年2月7日, 对莫尼卡、 迪拉克的采访。 1967年, 迪拉克的停车权力被进一步限制。 曼琪再一次被激怒了。 参见1967年11月2日, 迈克福森至迪拉克的信。 迪拉克文献2、 6、 3,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13, 在1959年圣诞假期过后, 加布里埃尔劝祖母亲不要当着他们的面对迪拉克说我要离开你这样的话。 参见1960年1月13日, 加布里埃尔至迪拉克夫妇的信。 迪拉克文献1, 82,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14, 美国音乐剧1943年出品的《俄克拉河马》是音乐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音乐剧作加里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奥斯卡。 《汉莫斯塔2》是Oscar Hammerstein2首次合作的成果。 这也是第一个运用了音乐和舞蹈来刻画人物和发展故事的音乐剧, 因此它也被称为是首部有剧情的音乐剧。 一者注。 15, 迪拉克于1961年告诉加莫夫说他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并希望找出这个理论和中微子之间的联系。 但这个研究项目最终失败了。 参见1961年1月10日迪拉克至加莫夫的信,加莫夫文献。 作者注。 16, 引例子一词最早出现在苏联物理学家布洛辛采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参见布洛辛采夫著作,1934年,以及戈列利克及弗伦克尔著作,1994年。 作者注。 17, 参见德瑟著作,2003年。 感谢罗杰·彭罗斯爵士采访于2006年6月20日,以及斯坦利·德瑟采访于2006年7月5日,两人为我指出狄拉克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 作者注。 18, 哈罗德·品特是一位英国剧作家及剧场导演,他的著作包括舞台剧、广播、电视及电影作品。 品特的早期作品经常被人们归入荒诞派戏剧,他也是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意义者注。 19, 狄拉克在1970年10月8日的讲话的演讲稿中,这样形容这个理论,他演讲的题目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 参见狄拉克文献228-19,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及狄拉克著作,1970年。 作者注。 20, 奇艾博士是库布里克对于人类未来进行哲学思考的三部影片中的第一部,也是他为全人类敲响的一记警钟。 作为总统的科学顾问,奇艾博士是兰德公司战略家赫曼、卡恩、 Hermann Kohn、曼哈顿工程负责人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德国火箭专家沃纳、 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清淡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的集合体。 意义者注。 21,我分别于2003年2月18日对李奥帕德、哈尔鹏以及2002年7月24日对南多、达利兹进行了采访。 他们都指出,迪拉克曾说过厌恶自己的父亲,而厌恶一词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强烈的词语。 作者注。 22,参见1962年7月3日库文治·迪拉克的信件,迪拉克文献259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迪拉克后来在剑桥的卡文迪时到7号先后四次接受库恩的采访。 采访日期分别是1963年5月6、7、10、14日。 作者注。 第27章1963年至1971年1月。 一些批评人士表现得好像弗洛拜。 米尔顿或沃兹华斯都是坐在摇椅上无聊的大妈。 他们脸上涂着过期的脂粉,只对过去感兴趣,而几年都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东西。 当然,这是他的房子,每个人住在这里都不交房租。 即便如此,当然如此,那么,时间呢? 朱利安·巴恩斯·弗罗拜的鹦鹉,1984年。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迪拉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工作。 虽然他由于过去的工作受到崇拜,并因刚正不阿而受到尊重,但他在系里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 他以前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约翰。 霍尔金·霍恩回忆说,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不关己。 亦许多在剑桥的物理学家都有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遵循科学家心中不成文的歧视制度。 当一个伟大的研究者逐渐衰老,并就自己的专业说出一些反现代潮流的话,大家可以忽视他的话,甚至可以私下嘲笑他。 但由于他过去的成就,在公开场合要忠心地赞扬他。 在大学的校园外,狄拉克也是一个与当今时代脱节的孤独者,他与新的流行文化格格不入,并且认为那是对文化的亵渎。 他不能想象严肃的评论家们会将一幅汤罐头的话看成是艺术作品的主流。 还有许多这一代人标志性的歌曲都是由利物浦那些粗俗的工人写的,那些人连乐谱都不认识。 狄拉克好奇地想,如果海象做一个乐队的领唱将会如何呢? 狄拉克开始惧怕年老体衰以及真的被同事们抛弃的晚景。 所有迹象都表明,巴彻勒肯定要他在法定67岁退休时让出卢卡斯教授的席位。 这个威胁导致狄拉克在1964年春天做了一次短暂的冒险,使自己陷入了校园人际政治的深渊。 他联合了霍伊尔和其他几个人,试图在巴彻勒第一个围棋五年的任期结束后,将他从系主任的位置上赶下来。 但是他们失算了,败得很惨。 一,三,他不抱任何幻想,能够被巴彻勒的小帝国所容纳。 此外还负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 在曼琪的鼓励下,他继续履行并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花园里。 他将草坪修剪的精美绝伦,喂玫瑰剪枝,还自种蔬菜。 他的菜园子收成让曼琪没有地方储藏了。 他的书架上有一半都是园艺学的杂志和书籍。 让他的书房看上去不属于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学者,而属于一个从事景观设计的园丁。 斯迪拉克仍然搞研究,但同时也在忍受所有正在老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宿命。 他的想象力已经跟不上自己的思想了。 尽管在剑桥被边缘化,但在美国他所喜爱的学术机构,他却受到更好的赞誉。 1963年春天,迪拉克听奥本海默说,他将自己的照片像了框挂在了高等研究院的墙上,紧挨着爱因斯坦的一张生活照。 奥本海默说,墙上只有你们俩人的照片。 武这个简单的姿态象征着美国学术体系的大度。 他们比英国的大学更乐于为顶级的学者留有空间,使他们有尊严的度过,不出成果的暮年。 主要基于这个原因,迪拉克在美国待的时间更长了。 从1962至1969年退休,他每年都去美国,而且一待就至少几个月,有两次几乎一学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1962至1963学年和1964至1965学年。 二,六剩余的时间里,大多是他和曼奇去各处参加会议,或是在欧洲和以色列度假,苏联已不再是他们履行的计划之处,显然是因为他们得不到签证。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史蒂芬,霍金,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同时也是迪拉克的同事,在戏里根本就没见过迪拉克。 七,曼奇下定决心要逃离剑桥。 迪拉克也是尽管不喜欢改变,而且希望对他的原单位表示忠诚,但最后还是赞同该是时候考虑移民了。 当然,最好的去处是美国。 迪拉克没有主动去争取一个新职位,这个任务落在了曼奇身上。 他担任了一个爱推销但口才不好的经理人的新角色,整天盯着板税和职务招聘,并坚持要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要看到最美的景色。 他是他的猫王,而他是他的帕克上校。 三,讲课变成了迪拉克的强项。 尽管他的声音比以前微弱,但仰仗着清晰的思路和谦逊的态度,而不是诙谐和幽默,他还是能够使听众们着迷。 在讲台上,他的样子和语气像是一位来自布里斯托的老牧师,但却带着在学校颁奖日念讲话稿的小男孩的那股天真无邪。 他在读原因时会吞音,而加重抚音的时候,声音会上挑一下。 听众们经常感到吃惊,如此沉默寡言的一个人,讲起话来竟然如此流畅。 连犹豫不绝时的口头语,呃,或者,都没有,而且没有丝毫语法混乱的迹象。 他最令人紧张不安的特质,是他有个习惯,话说了一半就不往下说了。 当他需要想想,找到合适的词语时,他会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一般会停顿十秒钟,但有时会长达一分钟,然后他会接着讲下去,但不给任何解释。 他越来越少地参加专家座谈,偶尔会举行客座讲座。 1964年春天,他在纽约的叶史瓦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量子常论的讲座。 在这些后来被公认为经典的讲座中,他,一反常态,按照逻辑从理论的初始将理论延伸,并且详细阐述了预测氢原子能量转换的每一个计算细节。 这个预测1946年被兰姆的实验测试所证实。迪拉克使他的听众毫无疑问地确认量子电子动力学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瑕疵。 尽管这个理论在实验不确定度的范围内和实验结果相一致。 如果你是一位研究工作者,你就不能太相信任何事物。 你必须时刻准备着你长期信奉的各种理念可能被推翻。 一年前,他在叶史瓦大学有场讲座, 提为自然在物理学家眼中的画面演变。 他将讲座中的谈话引用在了他1963年5月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 那是他为《科普杂志》写的唯一一篇文章。 这个讲座的风格和内容为他后来的数十个谈话做了铺垫。 他用简单直白且毫无修饰的语言解释了基础物理正处于危机的原因。 他所借鉴的是对物理史的代数。 在那篇文章中,他详述了一个他所喜欢说的奇文。 薛定谔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他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中的数学之美。 这比他著名的非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早提出了几个月。 但他并没有发表这个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 因为他不能解释对氢原子的观察结果。 不相符的原因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电子有自学。 薛定谔确定非相对论量子方程同实验数据符合得很好, 就将其发表了。 但如果他再勇敢一些, 他就有可能成为发表相对论量子理论的第一人。 对于狄拉克而言,这个故事体现着一种精神, 一个人的方程中的美感要比他是否符合实验结果重要得多。 狄拉克对文章的读者说上帝是非常高级别的数学家, 他在构建宇宙的时候,使用的是非常先进的数学方法。 他显然忘记了他第一次看到上帝与美之间的关联, 还是40年前在他的同事詹姆斯《金斯爵士》的著作中。 九踏年轻时所信奉的实证主义, 使他认为上帝与美帝这种联系是无法考证的, 因此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他现在改变了态度, 在经历了几十年脚踏实地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之后, 他准备踏上愉快的旅途, 遨游于行而上的哲学海洋。 作为物理学家, 迪拉克现在似乎更喜欢生活在过去而不是现在。 他不喜欢和领先于时代的年轻物理学者为伍, 和老朋友们回忆过去的时光更让他感到自在。 在德国南部一个惬意的小城, 零到美三年召开一次诺贝尔获奖者的聚会, 迪拉克每次都参加, 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聚会。 在会议上他和物理学家们交谈, 与参加会议的学生们谈话时也更加含蓄保守。 《地平线》是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BBC两套的一个科普系列的旗舰节目, 在1965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大会上制作了一个纪录电影。 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彼得·罗伊佐斯, Peter Loizos看到有两个诺奖获得者最受学生们的追捧, 那就是迪拉克和海森波。 他们被一群一群的崇拜者簇拥着, 像好莱坞的明星。 但迪拉克总是远离争先恐后的人群, 像个拎包的跟在海森波身后。 罗伊佐斯知道想劝迪拉克开口说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好几个BBC广播电视的制作人要求采访迪拉克, 都被他坚决地回绝了。 5. 实弹迪拉克同意在他和海森波对话时被拍摄, 结果这段拍摄成为迪拉克在轻松交谈时的一段非常独特的记录。 十一海森波总是面带和蔼的微笑, 他和三十年前一样,衣冠楚楚并且平易近人。 迪拉克的变化反而要多一些。 他的头发梳得很凌乱, 样子有些可笑,不愧是衣冠不整的极品, 但是他比年轻的时候放松了很多, 他的眼睛和嘴角不断冒出微笑, 话语中显露出惊人的自信。 他们两个人这次碰面最引人注目之处, 是迪拉克成为谈话的主角。 特别是当他通过讲述薛定谔将他的相对论量子方程过早的搁置仪式, 将话题转移到美感以后, 都是他在主导话题。 海森波婉转地说, 相对于与实验结果相符, 美感并不那么重要。 这是一个传统的观点, 迪拉克立即抡起一套美学主义的棍法, 迫使海森波连连招架。 海森波, 我确实同意美感是一个方程很重要的方面。 并且, 人们要从方程的美感中获取很多信心。 但另一方面, 你必须要检查这个方程是否与实验相符, 只有真正与大自然相符才叫物理。 但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来得很晚。 迪拉克, 那如果与实验不符, 你就不发表了。 是吗? 就像薛定谔所做的那样。 海森波, 我不能确定我是否会那么做, 但至少有一次我没有那么做。 海森波祥和地微笑着, 他似乎已经做出了让步。 如果在三十年前, 他一定会像一直好斗的猎犬一样, 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但是战后所经历的屈辱, 已经削弱了他的好胜心理。 迪拉克很高兴自己赢得了辩论, 他的脸色泛起了最灿烂的笑容, 咧着嘴露出了两排变黑的蛀牙。 迪拉克仍然对大树假说不死心, 尽管他知道, 爱德华, 泰勒1948年发表了一篇 显然是驳斥这个假说的反驳文章后, 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 这个假说是他履历表上的一个污点。 泰勒指出, 这个假说暗示一百万年以前, 引力要比今天大得多, 因为宇宙是在不断扩展的。 泰勒表明, 迪拉克的想法意味着地球上的海洋 早在两亿至三亿年前, 就应该沸腾并且蒸发干了。 这和地质学上的证据不符, 地质学症时生命在地球上至少已经存活了五亿年之久。 6. 十二但在1957年, 人们对大树的兴趣又如星星之火被重新点燃, 因为美国的宇宙学家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 表示人类生命出现于恒星形成之后和毁灭之前的这段时间, 而大树假说正是这一事实的结果。 13. 如果大树假说是错误的, 那么天文学家以及其他任何生命形式都将不会存在。 迪拉克对于迪克的推理反应冷漠并且也没有做出让步, 他比以往更坚信这个假说的重要性。 14. 1961年11月, 迪拉克在22年后首次写文章公开评论宇宙学。 根据迪克的预测, 适合人居住的星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 而我的假设是这些星球可以在未来无限的存在, 而生命永远无需消亡。 不存在决定性的论点在这两个假设之间取舍。 我更情愿预测, 能够生生不息的可能性。 15. 迪拉克对于宇宙命运的观点, 与他在1933年1月所写的《关于信念的哲学随笔相辅相成》。 他写道, 人类种群将永远生存下去。 他做出这一主观的预测, 是为了他自身的内心安宁。 16这个最超然的理论家, 终究还是不能忍受将宇宙设想成一个没有人类生活的事件。 没有几个宇宙学家认为迪拉克的假说值得花时间思考。 但乔治·加莫夫, 这个中日浸泡在福特加酒里的巨人不这样认为。 1965年, 他在剑桥做访问学者, 半期左右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巴巴拉。 加莫夫在1956年以心理问题为有语录离婚, 不久他就娶了这位新欢。 时期加莫夫夫妇住在新成立的丘吉尔学院, 第一任院长是被首相选定的约翰, 考克罗夫特爵士, 而首相正是丘吉尔。 18, 迪拉克和加莫夫之间所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 关于宇宙稳定状态理论中的美感。 根据这一理论宇宙没有起始和终结, 而是像一个不断重复情节的电影《无休止》的回放。 那个夏天,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话题, 因为稳定状态理论似乎被近几十年来最好的天文观测所质疑。 在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两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到处弥漫的低能量辐射雨。 当这两位天文学家提出他们的发现后, 他们才听说加莫夫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很早以前就用宇宙大爆炸理论对辐射雨做出过预测。 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 这个理论为宇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精美而又简单的描述, 并且和广义相对论以及其他所有伟大的科学理论相符合。 弗雷德, 霍伊尔是人数见寡的科学家中最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放弃稳定状态理论的人, 也是他在1949年在BBC播音时给这个理论起了宇宙大爆炸这个名字。 十九霍伊尔发现宇宙大爆炸的想法非常令人生厌, 宇宙无中生有的概念好比从生日蛋糕中突然跳出来的舞女, 这简直就是太不端庄优雅。 二十, 在和狄拉克进行了一次讨论以后, 加莫夫写信给狄拉克问他是否听说过对美学的作用有一种言不由衷的结论, 那显然要追溯到他们一起在哥本哈根的日子, 加莫夫用的字眼是优雅, 而狄拉克用的是优美。 案例一, 不值一提的废话。 如果一个优雅的理论和实验相符, 那么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案例二, 海森博的假设。 如果一个优雅的理论和实验不相符, 那么一定是实验出了差错。 案例三, 波尔的修正案。 如果一个不优雅的理论和实验不符, 那么这个案例也是成立的, 因为通过对理论的改进人们可以使它和实验相符。 案例四, 我的观点。 如果一个不优雅的理论和实验相符, 那么这个案例是毫无希望的。 二十一, 狄拉克相信如果实验观察证实了一个丑陋的理论, 例如量子电子动力学理论。 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 它就像一个原教职主义者一样, 信仰美感。 对此, 海森博身有体会。 当他对粒子物理提出了一个新理论时, 要求狄拉克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 狄拉克对这个理论评论不佳, 因为他的基础方程不具备足够的数学美感。 二十二, 卡皮查是为数不多的能理解狄拉克对于美感极肤热情的人。 也许因为他们在卡文迪什实验室以及三一学院的一些早期的交谈中, 卡皮查的支持助长了狄拉克的这种热情。 狄拉克也许担心他再也不能感受到在剑桥与卡皮查相处时的那种兴奋和激动。 但在1966年春天, 他听说卡皮查和妻子已经获得了出境签证, 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剑桥做短暂停留。 4月底,随着卡皮查抵达日子的临近, 狄拉克和曼奇就像是两个即将迎接皇室来访的孩子, 兴奋的简直都不能专心的做欢迎客人的准备。 到了1966年, 卡皮查已经成为苏联最著名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国家大多数顶级文化人的通讯录里, 他还是政府授权的批评家。 英国驻苏联大使提前写信给考克罗夫特, 提醒他, 卡皮查仍然有些叛逆, 并且建议要仔细留意他这次访问的公关事务。 23但是大使先生的顾虑有些多余。 卡皮查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他已经从卢瑟福那里学会了如何在反叛和得体之间保持平衡, 因此, 他看上去既和当局保持一致, 又表现得非常独立。 在采访中,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强调他没有参与核武器的发展, 并且他一如既往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他在三一学院的大会议厅里所作的题为 《苏联青年科学家的培养》的演讲中也是这样表示的。 24, 卡皮查夫妇到迪拉克家吃午饭, 曼奇特意亲自下厨, 煮了三文鱼, 还配了自制的蛋黄酱和一瓶冰好的伯根地酒。 7, 玛丽回忆说, 这是他父母最像宴会的一次请客。 25, 整个下午, 迪拉克家的客厅都像极可义, 浴缸一样, 热气腾腾。 8, 他们反复地回忆, 从卡文迪识在一起的日子, 一直到在卡皮扎家的乡村别墅共度的那个夏天, 卡皮查讲了许多洞房花竹叶的黄色笑话, 内容太色情了, 安大都不好意思, 往下听并离开了房间, 剩下迪拉克和曼奇被逗得咯咯的笑。 26, 他们还谈到卡皮查的俱乐部, 那个俱乐部在1958年春天就不复存在了, 由一系列的讲座所取代。 然而, 俱乐部于5月10日, 重新召开了第676次会议。 这样俱乐部一些残余的会员, 如迪拉克和考克罗夫特等, 就可以最后一次聚会, 并由卡皮查亲自关闭它。 27聚会的地点, 设在钢维尔和凯斯学院漂亮的公共休息室。 聚会上参加者都品着高档的甜酒, 这可和40年前的聚会大有不同, 那时他们只能喝刷锅水一样的咖啡。 在当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上, 有卡皮查和满脸凄凉的迪拉克, 他的左胳膊靠在桌子上, 左手撑着头。 他的样子像是感到很无聊。 这次聚会的亮点, 是迪拉克和卡皮查所做的联合讲演, 题目是关于他们在1933年, 也就是卡皮扎被扣留在苏联的前一年所发现的结果, 电子被光所弯曲,被掩射的可能性。 当他们第一次做出这样的预测时, 还不能观测这个结果, 因为当时可用的光源都太微弱, 而电子探测器也太不敏感。 但是随着现在探测器敏感度的进步, 以及激光的发明, 这个探测看来有可能被实现了。 而激光这种装备还是通过1964年詹姆斯·邦德的电影《金手指》为公众所熟悉的。 虎背熊腰的卡皮查站在一块被架起来的黑板旁, 他指出现在胜算很大, 实验者们不久就会观察到这个结果。 但问题是, 迪拉克和卡皮查能活着看到结果吗? 28. 卡皮查夫妇离开剑桥几天后, 迪拉克又将他的注意力从过去切换到了未来。 他参加了一个有关现代粒子物理的完整课程。 这个课程是由美国理论学家莫里·盖尔曼·Maurie Gelman, 讲授的, 自从50年代早期粒子物理的很多最富有创造性的新想法, 都是由他最早提出的。 盖尔曼那时36岁, 仍然处于活力的顶峰, 人们很钦佩他的想象力和技术方面的才华, 但是很害怕, 他尖刻的嘴巴也不喜欢他的自负, 至少迪拉克不喜欢他的自负。 9. 29. 在20世纪60年代, 盖尔曼和其他一些人提出, 粒子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可以被分为几个数学模式。 他在1963年运用其中一种模式预测了一种新粒子的存在。 这种新粒子在第二年被实验者探测出来, 这成为理论物理的一个显著成就。 盖尔曼和他的同事乔治·茨维格·George Zweig分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但也同时提出强烈相互作用的粒子可能包含一种新的三类基本粒子的不同组合。 盖尔曼为这种新型粒子起名为夸克。 夸克一词是盖尔曼从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业》中找到的像麦克老大三呼夸克。 10. 但是连盖尔曼本人也对此吃怀疑态度。 他在讲座中说, 夸克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粒子, 而是人为的数学假象有助于解释强相互作用的粒子特性中的对称性。 11. 31年后盖尔曼回忆说, 迪拉克爱上了夸克, 这让他很惊讶。 因为, 盖尔曼认为夸克仍然具有很多脑人的属性, 比如夸克显然被永久地禁锢在强相互作用的粒子中, 如质子和中子31。 当盖尔曼问迪拉克为什么他会认为夸克如此不可思议时, 迪拉克的回答是, 夸克和电子, μ子及中微子具有相同的自旋。 也许迪拉克可能已经预见到, 物质所有的基础成分都具有相同的自旋, 和电子一样的自旋。 他可能还意识到一个从常论角度对强相互作用的描述, 很快就会如他所愿的出现。 迪拉克从盖尔曼的课上学到了一条经验, 自下而上的解决理论物理问题, 也就是从实验观察中提取灵感, 被证明比自上而下的方式更具成效。 而迪拉克以前一直实践并且宣扬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 也就是从优美的数学中找寻思路。 尽管迪拉克私底下这样承认, 但他并没有想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做出任何改变。 32.1967年9月中旬, 迪拉克夫妇听说约翰, 考克罗夫特爵士也是他们夫妇最亲密的朋友, 在丘吉尔学院的院长宅邸, 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 他的几位朋友认为, 他对于两天前发生的一场典型的冷战闹剧的焦虑, 加缩了他的死亡。 几个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官员绑架了他的同事弗拉基米尔, 特卡琴科,Vladimir Tikkenko, 此人也是卡皮查的得意门生。 他们在伦敦的被斯沃特路将其绑架, 并且很快将他带到希斯罗机场, 将他送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但是,正当他乘坐的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 一群机场警察和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驾驶着警车将飞机围住。 警察和特工人员登上飞机后发现特卡琴科面色苍白且目光呆滞, 显然他被服用了镇静计。 他们强行将他带下飞机。 愤怒的苏联官员抗议说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离开英国的, 但他们受到了英方特工人员的喝止。 这个事件在泰晤士报的头版被公开报道, 就在这个事件见诸报章的那天早上, 考克罗夫特去世了。 12、33, 考克罗夫特的妻子伊丽莎白知道, 她将不得不很快搬离院长宅邸, 以便为下一任院长腾出地方。 学院也在搬家方面给她提供了帮助。 考克罗夫特的子女认为, 校方待她很谨慎并且也很慷慨, 但曼琪并不认同。 她和每一位愿意倾听的人说, 学院很匆忙并且很卑鄙地将考克罗夫特夫人赶出了院长宅邸。 34、曼琪对剑桥的最后一点耐心也被耗尽了。 她下定决心要将狄拉克转移到一个更能够善待那些上了年纪的学者的机构。 她还发誓要报复丘吉尔学院。 狄拉克和曼琪开始计划定居美国。 那里的一些大学肯定会请狄拉克去当教授。 而玛丽和莫尼卡都在1968年夏天结了婚, 现在俩人也都居住在美国。 曼琪的哥哥尤金, 卫格纳也住在美国, 并且是美国科学界的一位资深的政治家。 她是政府的科学顾问。 并且她在政治上的倾向每年都更加右倾, 这让曼琪感到烦恼。 从她给狄拉克夫妇的来信上看, 卫格纳很明显对家人很体贴关心。 但在公众的眼里, 她的谦卑已经成了一种做作。 她现在非常自嘲, 以至于熟人们都认为她的自谦是对别人的一种微妙的嘲弄。 狄拉克夫妇最理想的去处当然是定居在普林斯顿。 但那里已经不可能是可供选择的考虑了。 1966年6月奥本海默退休, 7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死于喉癌。 高等研究院好像不会为狄拉克提供一个学术家园, 普林斯顿大学也不可能安置一位过气的物理学家。 狄拉克家的两个分支还留在欧洲。 贝蒂现在住在阿姆斯特丹, 是个很满足的家庭主妇, 平时为BBC国内广播电台。 现在的广播四台做些零星的录音工作, 并且定期参加她所能找到的大弥撒。 1965年, 加布里埃尔获得了斯旺西大学数学系的任命。 在此之前, 她刚刚被美国政府拒绝了她的签证申请, 显然是因为她在剑桥大学学期间, 曾经短暂地参加过共产党。 13, 35两年后, 她的家人和她一起搬到了丹麦的奥胡斯大学。 狄拉克和曼奇在他们放暑假的时候, 常来看望他们。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 狄拉克和曼奇最担心的是朱迪。 她于1965年, 在激烈的争吵中和丈夫离婚后, 失去了孩子们的抚养权。 之后不久, 她搬到了佛蒙特州, 每年她都会在舅舅魏格纳, 位于埃尔默湖边的夏季别墅里, 读过几个月孤独的时光。 魏格纳很担心她的精神状况。 她写信给曼奇, 告诉她, 朱迪很渴望母亲的爱病, 请求曼奇向陷入困境的女儿提供支持。 她在1965年9月的信里, 对曼奇说, 你不能放弃她。 36两年半以后, 朱迪躲进了阿尔默湖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 她孤独, 身无分文, 且患有妄想症。 魏格纳认为她急需心理援助, 于是恳求妹妹进行干预。 她说, 如果朱迪不找到一份工作, 她就不想和她扯上一点关系。 并且曼奇还让魏格纳停止干预。 37曼奇对于女儿的困境, 并不感到有任何责任。 她写信给魏格纳说, 老天爷啊, 我为什么要感到内疚? 我已经尽责了, 我看谁能指责我。 朱迪是个伤害专家, 也许她做这些都是为了伤害她所爱的那些人。 这么说来, 她倒是应该寻求治疗。 38 曼奇的愤慨在1968年9月17日被突然击破了。 她看到了哥哥发来的一封电报, 发现朱迪被丢弃的汽车, 你知道下落吗? 哎, 曼奇后来说, 这是她人生最黑暗的一天。 39, 曼奇不知道朱迪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狄拉克夫妇没有接到来自佛蒙特或为格纳的任何消息。 曼奇心急如焚, 各种突如其来的有关朱迪失踪的报告都会让她心惊胆战。 她拒绝相信是抑郁症导致朱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曼奇认为, 朱迪很可能是被谋杀的。 似是狄拉克对于所有发生的一切反应, 只有曼奇知道, 但曼奇显然没有告诉给任何人。 狄拉克夫妇决定先不去佛蒙特, 而是留在英国监控事态的进展。 他们委托魏格纳夫妇处理和应对佛蒙特州的政府部门。 在10月初, 魏格纳和妻子去看了现场, 离朱迪的汽车被发现的地方不远。 佛蒙特州的莫里斯维尔附近的乡间小路上, 他们写信给狄拉克夫妇, 告知了警察在附近的乡间和池塘搜寻朱迪的所有细节。 41. 搜寻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魏格纳夫妇泪流满面并且丧失了希望。 他们渐渐地开始相信朱迪再也不会出现了, 但狄拉克夫妇仍然不放弃最后一次希望。 三年来, 他们设想着朱迪可能会突然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场景, 但是概率逐渐压垮了他们所剩无几的乐观。 他们接受了朱迪实际上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42. 玛丽后来回忆说, 她母亲伤心欲绝, 因悲痛而精神错乱。 43. 狄拉克夫妇从来不将失去女儿的痛苦世人, 但他们后来的两位朋友, 雕塑家海伦娜, Helen和她做新闻周刊记者的丈夫, 由利克, 布鲁门菲尔德, Eurich Blumenfeld, 还是窥见他们心灵深处的情感。 44. 布鲁门菲尔德夫妇回忆说, 就在朱迪失踪两年后, 狄拉克和曼奇还会为朱迪的命运失眠, 他俩会无休止地谈论他的各种可能性。 狄拉克说起朱迪时, 布鲁门菲尔德夫妇感觉他就是朱迪亲生父亲, 他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女儿那样悲伤, 并感到失去了最亲密的人。 1969年新年后的头几个礼拜, 狄拉克夫妇在迈阿密, 体会着离开剑桥以后的生活。 在想要聘请狄拉克的美国大学中, 他以前的学生贝拉姆·库尔苏诺格鲁, Biram Kursunagul所在的迈阿密大学, 提出的条件最诱人。 库尔苏诺格鲁是个喜欢独断专行的, 土耳其理论、物理学家, 他总是喜欢戴斯泰森沾帽, 十四,穿着夹克打着领带, 样子很神气。 他沿着爱因斯坦的足迹, 在整个一生事业中, 都在找寻一个关于基础粒子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 十五,四十五他创办了珊瑚格年会, 就是为几位顶级的理论、物理学家, 提供一个绝好的理由, 离开自己家乡严东的医院, 到南佛罗里达享受几天明媚温暖的阳光。 库尔苏诺格鲁先让狄拉克和大学, 签订了一份临时的聘用合同, 并且极力劝说迪拉克接受一个永久的教职, 他像家人一般招待迪拉克和曼琪, 带他们到附近的地方去游览并让迪拉克品尝了椰子, 还建设了鳄鱼和很多奇异的鸟类。 四十六但当迪拉克说他需要时间来权衡库尔苏诺格鲁提供的职位时, 曼琪感到非常尴尬。 可是,迪拉克确实并不着急决定, 他不喜欢迈阿密的酷热, 并且在这个地方休闲散步, 被视作反常也让他感到不舒服。 四十七最令库尔苏诺格鲁难忘的出游, 是他和妻子请迪拉克一起观看斯坦利, 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 这部影片从八个月前刚一上映, 就在影评家和观众当中引起了重大分歧。 这部影片还启发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新一代的电影制作者们, 但是他同时把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安斯特朗搞糊涂了, 并让妻子詹尼斯去睡大觉了。 十六、四十八迪拉克一定是坚定的站在斯皮尔伯格一边。 迪拉克看得出神了, 他看过很多部电影《007》系列和迪斯尼的一些经典动画片是他的最爱。 他对玛丽的丈夫托尼、克莱雷恩、Tony Colorine说, 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一部电影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冲击力, 并使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梦境。 迪拉克不喜欢曲折难懂并且留有悬念的情节。 因此他对《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的喜欢程度是不可知的。 然而,很容易想象他会被库布里克使用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脑盒》 以及其他古典音乐烘托故事以及使用视觉图像, 而不是文字讲述故事的手法所出动。 迪拉克认为大量的量子力学理论只有通过数学, 而不是文字才能精确地表达。 而库布里克在评论, 《2001》《太空漫游》时所说的一段话正好是对迪拉克的回应。 我不喜欢过多谈论。 他,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非语言性的体验。 49。 两天后,迪拉克仍然很兴奋。 他又和托尼、克莱雷恩去看了一次日常, 当然还有曼琪和玛丽。 这两位女士在电影放映的两个半小时里, 没看电影,主要在巧声聊天。 电影结束后,迪拉克在现场没有做任何评论, 向托尼提议再看一回这部电影。 他们没有告诉曼琪, 留下来连看了两场放映。 回到家时发现, 他们的晚餐放在桌上都成了冷饭。 但是,迪拉克太兴奋了, 已经顾不上食物了。 他就像一个孩子, 连续坐了三次过山车一样兴奋。 他被电影中的几个场面震住了, 特别是太空门里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满头白发的太空园, 进入到一间十八世纪的卧房。 他后来对克莱雷恩说, 我不能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完那一幕。 十七, 五十曼琪, 对迪拉克从那部奇怪的电影里所看到的景象, 丝毫不感兴趣。 他脑海中的好电影, 应该像《日瓦哥医生》那样浪漫而又宏大。 怎么能是这部电影? 全剧中最能让人记住的角色, 竟然是一台会说话的计算机。 2001, 《太空漫游》, 这部电影引发了迪拉克对于阿波罗太空计划的兴趣。 在1969年7月20日晚上, 迪拉克在库尔苏诺格鲁加的客厅里, 目瞪口呆地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尼尔, 阿姆斯特朗准备踏上月球。 他整个晚上都坐在那看实况转播。 库布里克的影像更清晰, 他电影里的音乐也更清楚, 但是电视屏幕上闪着雪花的图像, 和第一次登月时所传来的, 嗡声嗡气的声音, 却是令人幸福的事实。 对于工程人员出身的迪拉克来说, 事实最重要, 第一次月球漫步标志着航空科技的顶峰, 这种科技始于他的海提时代, 而现在已经能够使人类涉足于25万英里以外的景观。 在迪拉克的有生之年, 他看到,阿波罗团队已经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壮举, 这很可能也刺痛了他的一丝悔意。 当年他选择了科学, 而不是工程技术。 他曾经是一位科学革命的领导者, 但在他看来, 科学革命已经步入了一条死胡同, 而阿波罗的技术人员却可以宣布完成任务, 而继续前行。 1969年夏天, 迪拉克准备离职, 并向还留在剑桥的几位朋友道别, 其中包括哲学家查理·布罗德, 查尔利·布罗德, 是布罗德第一次向他正式的介绍了相对论。 那时, 布罗德81岁了, 仍然住在三一学院, 两年后, 他在那里去世了。 9月30日, 是一个星期二, 那是迪拉克作为卢卡斯教授在剑桥的最后一天, 他是自爱萨克, 牛顿爵士以后, 这个席位最杰出的战友者。 迪拉克的退休没有经过什么仪式, 可能因为大学当局推测, 让他成为一个告别派对的焦点, 会让迪拉克感到不自在。 尽管可以理解, 但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迪拉克当然愿意看到他对于大学的贡献被官方铭记, 和他给人们的印象相反, 他受到尊重的意愿比他对于仪式的反感要强烈的多。 18, 五十一曼琪对此感到恶心, 但他还是很满意圣约翰学院的照顾, 学院将迪拉克的教职延长为终身, 因此他可以随时回到学院。 巴彻勒也想表现出很慷慨, 他提出, 迪拉克可以在系里保留一间办公室, 以便在他经过镇上时随时可以使用, 但是他拒绝了。 他在剑桥大学真正的家园是圣约翰学院, 而不是他所供职的系。 有两年的时间, 迪拉克夫妇都往返于英美两国之间, 一半时间待在美国, 一半时间在英国。 到了1971年3月, 曼琪迫不及待的要离开英国, 离开那个懒惰的, 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岛。 52劳资纠纷自战后以来再稳步加剧,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在爱德华西斯政府执政的第一年, 由于劳工检员所丧失的工作日, 是大罢工以来最多的一年。 邮政工人大罢工, 使这个国家的通讯减缓了长达七周时间。 劳特莱斯汽车公司甚至都破产了。 迪拉克加将要搬去的国家的问题, 一点也不比英国少。 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 在成千上万的家庭中, 引起了争议。 魏格纳的大家庭里也不例外, 曼琪属于鸽派。 一想到年轻的美国生命, 由于为一个混蛋政府打仗, 而变得残缺不全, 他就目火中烧。 而哥哥尤金是鸽派, 他认为, 战争是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必要手段。 因此, 他们兄妹时常辩论。 19, 53, 但是曼琪并不知道。 联邦调查局已经为他设立了档案, 并且正在搜集证据证明, 他是一名危险分子。 20, 54, 迪拉克知道他过去的政治主张, 会令一些美国机构不满。 因为他在拒绝了在奥斯汀的 德克萨斯大学的邀请时, 特地说明他在技术上不够格。 我并没有很强烈的政治观点, 但是, 我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根据, 贵校的, 定义, 这使得我变成了一个共党分子。 21, 55,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他每次离开美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 担心美国当局可能禁止他再次入境。 他也可能会怀疑, 联邦调查局仍然在监视他。 22, 56, 迪拉克, 作为一名美国在东南亚外交事务政策的持不同政见者, 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密切关注着美国大学校园内激烈的反战运动。 尽管迈阿密大学的校园相对没有那么暴力, 但学生们也几乎是天天都去骚扰学校领导, 他们谴责越南战争, 要求自由选择避孕以及更多的支持人权。 抗议者要求之和校长亨利, 经斯坦福, Henry King Stanford对话, 于是斯坦福校长就站在了巨石上, 那是一个像舞台一样的石头结构, 就设在校园的中央, 他对学生发表了一个和解的讲话, 试图避免进一步的麻烦。 57在斯坦福校长讲话的时候, 他常在人群的外围看到迪拉克那瘦削而好奇的身影。 1970年5月6日星期三, 学生们异常愤怒, 因为两天前, 俄亥俄州立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示威者开火了, 那次示威抗议是由美国入侵柬埔寨引发的。 58在13秒钟的枪声中, 4名学生丧生, 9名学生受伤, 并残酷地践踏了自1967年佩迫军事发行, 爱之夏季以来短暂盛开的享乐主义之花。 美国的形势变得十分险恶。 就连平时一向冷静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也变得躁动不安。 魏格纳认为, 许多学生非常自私, 并且他们的行为是无政府主义。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希特勒青年团。 59, 23, 迈阿密大学已经濒临混乱的边缘, 那里的学生在许多教职员工的支持下, 联合全国250所院校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罢课。 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午饭后, 斯坦福校长走上巨石对着一千多名躁动的集会学生发表了一个讲话。 学生中许多人都挑衅得双手插腰, 或高举着写着美国带着美元滚出东南亚之类文字的标语。 早些时候, 这群人用废报纸就衣服和鞭炮做了一副尼克松总统的肖像, 然后把它点燃了。 自三十年代在剑桥发生的游行后, 迪拉克还没见过比此时更偏激的行为。 正当斯坦福走向人群时, 他在人群的外围看到一位老人, 并且他很吃惊地看到老人正朝他走过来。 那位老人就是迪拉克。 他轻声地问斯坦福, 您害怕吗? 斯坦福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 他故作镇静地回答说, 他非常希望学生们能听自己讲话。 迪拉克似乎看出了校长的焦虑, 并且觉得自己可以给校长一些安慰。 他做了一件对于自己非常不寻常的事, 向他建议道, 告诉他们您所想的并且听听他们要说什么。 斯坦福后来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迪拉克说话的语气使人感到他与抗议者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也许斯坦福从迪拉克的语气中听出一丝 他当年处于左派激进主义边缘时的微弱回响。 在讲话中, 斯坦福柔和地说, 肯特州立大学的惨案是高等教育史上最悲伤的篇章。 他还补充说, 学生们的死在美国是本来已经恶化的缘由, 变得更加戏剧化。 六时在讲话结束后不久, 抗议行动就和平地结束了, 但校园里的紧张气氛持续了几个星期。 迪拉克也许好奇什么样的未来将在他的面前展现。 几个星期后, 迪拉克夫妇开车去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度假。 和局势紧张, 犯罪猖獗的麦阿密相比, 塔拉哈西就像一个友好而安全的小村庄。 二十四, 六时一迪拉克知道佛罗里达大学在不断向自己示好, 但这里的大学最出名的不是他的物理系, 而是学生派对和高端的橄榄球队。 物理系主任乔·兰努蒂, 周·雷妮蒂, 是位雄心勃勃的领导者。 他看到了机会说服犹豫不决的迪拉克成为大学的博文讲座教授。 这将会是物理系实现成为卓越人才中心愿望的吉祥物。 二十五, 六十二, 兰努蒂在1969年3月邀请迪拉克一家来到塔拉哈西。 那里的假日酒店还在饭店的入口处挂起了欢迎横幅, 并且几个月后物理系还为玛丽的丈夫托尼安排了终身职位。 六十三对于迪拉克夫妇而言, 能在玛丽身边度过晚年是极具吸引力的, 并且温暖的气候也有助于缓解慢气的双手日益加重的关节炎。 但是, 迪拉克不想那么快就做出决定。 他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应付塔拉哈西的酷暑和潮湿以及那些干扰他散步的犬肺。 六十四游泳现在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因此在闲暇的时候, 他都会去当地附近的湖泊和水塘里游泳。 通常他会带着一个温度计测量水温。 如果水温刚好超过六十华氏度, 他就一头扎进水里, 如果没超过, 他就返回家。 六十五。 1971年1月初,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正式提出聘任迪拉克为杰出客座教授, 聘用合同每年更新。 六十六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证明迪拉克或曼奇是危险分子。 因此, 没有任何官方的阻碍阻止他们移民。 在反复考虑了五个月后, 狄拉克接受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邀请, 并很快就和曼奇回到剑桥收拾行装。 再一次, 他们和布鲁曼菲尔德夫妇聊天时, 海伦娜问狄拉克是否对即将搬到塔拉哈西感到兴奋。 他指着曼奇, 回答说, 他非常兴奋, 这就是我们去那里的原因。 我愿意待在这里。 67。 1. 狄拉克于1964年4月27日联名致信给达文波特教授, 作为罢免巴扯了为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系主任的活动的一部分, 参见或伊尔文献, UCAM。 作者著。 2. 狄拉克夫妇于1962年及1963年住在美国, 主要以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为主。 1962年一直住到4月底, 1962年9月初回来, 直到1963年4月, 在1964至1965年也主要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 从1964年9月直到1965年春天。 1966年3至4月主要在纽约州实习, 1967年他们春天在实习, 而在11至12月间去了位于奥斯丁的德州大学, 1968至1969年, 1968年12月在实习至圣诞节后, 然后他们前往迈阿密大学, 并在那里住到1969年春。 作者著。 3. 阿尔维斯的成名, 与他背后的经纪人帕克上校分不开。 一个是缺乏经验的音乐天才, 一个是阅历丰富的经纪人, 他们之间的合作近乎完美。 是帕克让阿尔维斯极富盛名, 却也是帕克让阿尔维斯的生命不负众贺。 意义者著。 4. 参见迪拉克著作, 1966年。 这些讲座的主题之一是迪拉克所作的结论, 当量子力学运用于场论时, 薛定谔的理论就站不住脚, 而海森伯的理论比较令人满意。 作者著。 5. 迪拉克拒绝出现在BBC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几个实例, 分别存档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迪拉克文献中, 尤其是拒绝就他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文章进行的采访。 详见BBC广播节目制片人大卫, 艾奇于1963年6月11日至迪拉克的信, 迪拉克文献2,10。 作者著。 6. 参见巴罗著作,2002年。 然而,泰勒指出计算中的实验不确定性太大, 以致不可能肯定地排除这个假说。 作者著。 7. 柏根地地区位于处于巴黎南部,盛产葡萄酒。 一褶注。 8. Jacquesie按摩浴缸,即可易水流按摩浴缸,商标名称。 美国一个世界顶级按摩浴缸的品牌。 一褶注。 9. 迪拉克对于盖尔曼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技能大加赞赏, 但却在社交场合以独特的方式尽量避开它。 信息来源于李奥帕德、哈尔鹏,2006年2月26日。 作者著。 10. 指一个质子中有三个夸克。 夸克在该书中具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一种海鸟的叫声。 一褶注。 11. 参见盖尔曼著作《1967年》。 在约翰逊的著作《2000年》第十一章中列出了盖尔曼对于夸克真实存在最初怀疑的更多实力。 作者著。 12. 特卡琴科于9月18日被送回苏联大使馆。 英国政府的说辞是特卡琴科自由表达了他想回到苏联的意愿。 但私下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特卡琴科会在他们的监护期间死亡。 参见《泰晤士报》1967年6月18日投版,另请参阅丘吉尔学院前副院长肯尼斯·麦奎林为约翰·考克罗夫特所致的道词。 感谢学院的教员马克·戈尔蒂为我提供的这个意识。 作者著。 13. 参见1965年9月1日,魏格纳至美国国际事务办公室的姓,魏格纳文献,普林斯顿大学。 作者著。 14. Statsen·斯泰森詹帽,美国詹帽的一个品牌,牛仔帽就是其中的一种。 意识著著。 15. 根据2006年6月8日对菲利普·曼海姆的采访,也可参阅库尔苏诺格鲁的文章《高能物理和宇宙学美妙时代》的开启。 该文章被收录在科区特等人的著作中。 2004年。 作者著。 16. 1971年出版的《兔子归来》第一章里描写了兔子·安斯特朗和詹尼斯对于2001太空漫游的反映。 福西特出版社评装版第58页和第74页。 作者著。 17. 我感谢托尼·克莱雷恩·玛丽纳什的丈夫对于迪拉克观看《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的回忆。 根据2004年7月15日的采访以及2004年9月26日及10月22日的电子邮件。 作者著。 18. 根据2003年2月7日对莫妮卡·迪拉克的采访。 作者著。 19. 参见1968年2月10日曼琪至·魏格纳的信《魏格纳文献》普林斯顿大学。 作者著。 20. 这些FBI的文件于1986年被解密。 感谢鲍博·凯特姆根据《信息自由及隐私法案》的规定获取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作者著。 21. 参见例如奥斯丁德州大学院办高级秘书于1967年12月8日至移民规划局的信件以及中情局在20世纪60及70年代建立的迪拉克档案。 作者著。 22. 提供后备党员。 一者著。 24. 根据莫里斯的著作《1972年》。 1970年塔拉哈西的总人口为7万2千人。 而同年邁阿密的总人口为33万5千人。 作者著。 25.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纳什刚刚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卓越人才中心的拨款。 以帮助他们实现成为人才中心的愿望。 作者著。 第28章。 1971年2月至1982年9月。 老男人都有一个普遍的弱点。 他们希望看到结构被整合。 这就是为什么老科学家们常常会成为哲学家的原因。 尤经。 魏格纳。 尤经。 魏格纳回忆录。 1992年。 名人采访女王巴巴拉。 沃特斯。 Barbara Walters。 一。 二。 在他1971年所写的著作《如何与人无所不谈》中给出的建议并不适用于与狄拉克交谈。 但在1971年3月8日晚在为狄拉克举办的自助晚宴上。 当邁阿密科学博物馆公共宣传处处长多罗西霍尔库姆。 Dorothy Holcomb。 想从狄拉克嘴里掏出几个字时才后悔没有早读到沃特斯这本书。 亦他跟狄拉克打了个招呼说。 狄拉克茫然地回应说。 您好。 之后,他意识到想让他一口气说出比这两个字更多的话。 唯一办法是让他自己选话题。 狄拉克选择了连环画作为话题。 令人吃惊的是, 他流畅地聊了好几分钟, 还推荐了两本他自三十年代以来读过的连环画册。 《豪勇王子》一部关于五世纪探险家的故事, 以及《金发女郎》讲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髦少女, 如何融入郊区的家庭生活。 霍尔库姆听得着了迷。 狄拉克还承认他不太能够完全理解花生漫画, 理得那种离奇怪异的幽默。 三、霍尔库姆建议他应当在努力尝试着理解美国的幽默。 他非常认同。 后来,霍尔库姆下决心买了两本书。 一本是《量子力学原理》。 另一本是《如何与人无所不谈》。 如果霍尔库姆读完沃特斯那本书, 他会看到作者在书的结尾处向每一位仕途将狄拉克带入谈话的人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你不可能全赢。 二、在他们的这次交谈之前, 狄拉克做了一场题为《我们对自然进化的理解》的演讲。 这个演讲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物理范畴。 狄拉克的脑海仍然常常被早前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景象所占据。 他开始谈论早期人类如何了解谷物种植技术, 并且人类的理念从基于迷信的信仰逐步发展为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理论。 批评阿波罗太空计划的人认为, 钱应当花在社会项目中, 他对此观点表示反对, 并说,如果人们以金钱为视角将所有不同类型的事物等同看待,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未免太原始了。 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应对太空计划和基础研究吝啬, 而是要避免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大量浪费, 特别是当人们想要工作的时候却失业了。 他说,看看加利福尼亚那些嬉皮士们, 他们喜欢挑战,帮助铺就森林大火, 而不仅仅是混日子。 3.狄拉克作为演讲者的名声, 使他和曼奇充分享受了在世界各地度假。 4.四佛罗里达州向他提供了自由旅行的便利, 以及他所需要的一切。 除了一份适度的工资外, 还有一间办公室,朋友情谊, 以及向他的研究提供资助。 最重要的是,尊重。 大学的官员们对他非常崇敬, 有时甚至是一种令人生艳的羡美, 并且他们将曼奇看作是他的女王。 曼奇知道大学校长伯尼·斯利哲, Bernie Slager很善于交际, 他无论何时都会接自己的电话, 并且对自己有求必应, 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和斯利哲聊黄色笑话。 作为回报, 大学只要求迪拉克在他们想要向来访的政要们, 显摆他们最著名的教授时露个面。 他也很配合, 并且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厌烦。 只有一次, 当他们对于他的顺从戏为常的时候, 他的耐心也耗尽了, 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而不得不请出科特, 侯佛亲自来劝说他走出房间, 还好这次没耽误会见一位重要的来宾。 5. 除了松散的指导几个研究生以外, 迪拉克没有教学任务。 但是在1973年, 他同意就相对论的一般理论开展一系列讲座, 目的是从基础的原理层面发展这一理论, 并揭示它的逻辑结构。 物理系的学生帕姆和马, Pam Homera, 当时就在听众席中, 他回忆说, 第一堂课的题目是, 只谈谈立足之地。 他开头讲得特别简单, 以至于连教室的清洁工都能听懂, 位置代表什么, 我们所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 等等。 后来, 他像一砖一瓦盖房子那样, 将这些基础展现得层层必然。 有意思的是, 他从没将理论和实验对比, 他只是一再强调理论的美感。 只有几个学生坚持听完了整个课程, 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学生认为,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6. 直到1980年, 狄拉克几乎每年都讲课, 他以这些讲课的内容为基础, 写了一本篇幅很短的书, 书名为《相对论的一般理论》。 这本书只有短短的69页, 在没有使用一个图表的情况下, 对《相对论》做出了简短精悍的描述。 在塔拉哈西, 狄拉克从他在大学校园中心的凯恩大楼三楼的办公室, 只需悠闲地走20分钟路就可以到家了。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 吃完早饭, 他就背着手, 穿过附近的田野, 慢慢地走到办公室。 他选择这条路线, 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开邻里的狗。 在夏天, 他戴上一顶棒球帽, 就像所有美国退休的老人一样。 但是到了严东, 他穿上差不多50年前在泰勒勋爵店里买的那件厚重的大衣时, 他又完全变回了那个可敬的英国教授。 他经常带着一把用了40年的老雨伞。 他告诉同事说, 这是我父亲的雨伞。 在办公室里, 他在办公桌前工作三个小时, 偶尔会停下来去图书馆。 如果有突如其来的访客敲门, 他会简单地告诉他们, 走开。 如果电话铃响了, 他经常会拿起听筒, 然后马上挂断, 甚至不想费心去听一下是谁打来的。 他会和几位同事一起吃自带的简易午餐。 午餐时, 狄拉克通常不说话, 但偶尔会插话做个评论。 话题也是他看不明白的美式足球, 或者教学的技巧。 现在有如此多的本科生学习科学, 但很少有人具备天资, 甚至很少有人有兴趣学习科学。 他喜欢听笑话, 特别是那些对一个词有不同解释的笑话, 或是有些色情的笑话。 他最喜欢的一个笑话是, 在一个小村子里, 新上任的牧师决定去拜访他的教友们。 他来到一个朴素的人家, 这家人有很多孩子, 女主人接待了他。 他问那位夫人和他丈夫有几个孩子。 他回答说十个, 有五对双胞胎。 牧师又问道, 你们总怀双胞胎啊? 针对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也不是牧师, 有时我们什么也怀不上。 十? 午饭后, 他会回到办公室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 要么就是参加讲座。 他长睡眼轻松地出现在大多数的讲座上, 然后就回家和曼琪喝下午茶。 晚饭后, 他会放松下来。 他和曼琪或者会去听一场古典音乐会, 要么他就可能在家里看小说, 《埃德加·艾伦·波·Edgar Allen Poe》的侦探小说, 《勒卡雷·艾奇尔》的间谍小说, 以及霍伊尔·Phil的科幻故事都是他的最爱。 七,他还会和曼琪一起在起居室里看电视, 这间起居室里挂满了朱迪小时候画的画。 《十一·迪拉克》收看了大部分有关新科学的科普纪录片, 但是他和曼琪认为不可错过的还是电视连续剧《福尔赛世家》, 《八,迪拉克被女主角》, 《奈利·唐·波特》, 《Nairidon Porter》迷住了, 还有《楼上楼下》, 讲的是爱德华时期的一个家庭中主仆的阶级划分。 如果某个晚上有这些剧集播出, 碰巧有人邀请迪拉克夫妇吃晚饭的话, 那他们必须提前答应一个条件, 就是主人同意和他们一起, 安静地观看这些电视剧。 有一次, 关于收看晚上电视节目的争论差点失控, 因为雪儿, 雪儿, 周日晚上的表演秀, 那可是迪拉克这一周的亮点, 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直播时间撞车了, 曼琪非常想收看这个直播, 这个冲突几天后就被解决了, 但是有代价, 他们又买了一台电视。 十二, 这对夫妻也不是总这么友好的解决分歧, 在1972年8月, 发生了可能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最激烈的争吵, 那是在西班牙东南沿海的阿里坎特贝蒂的家里, 那时贝蒂刚刚失去丈夫。 古嫂之间的关系一直如履薄冰, 部分原因出在曼琪身上,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贝蒂沉闷和懒惰的不屑, 而贝蒂也不满曼琪不断的专横。 一次在公寓阳台上聊天时, 他们就兵戈相见了。 当时, 贝蒂很会议地评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 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人的表现。 而迪拉克支持了妹妹的观点, 曼琪怒气冲冲地跑出了城, 并怒火中烧地给迪拉克写了一封信。 你看着我, 然后尽你所能的伤害, 恐吓, 羞辱我, 并让我大丢面子。 事实上, 大多数人都是被家人逼进疯人院的。 在这五层楼的阳台上, 每当我独处时, 就会感到你的存在。 好像在催促我赶紧往下跳, 你残酷地, 不公正地, 冷漠地, 彻底地折磨我。 而我不应该承受这些。 我感觉你不是我的丈夫, 千百万人都是这么认为。 好吧, 你就去对那个和你一样缺乏人类感情的人保持忠诚吧。 而我要学会不去在乎你也不要总想着去死。 十三, 几天以后, 他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口气完全不同了。 感谢你的爱心。 感谢你给我的爱, 温暖和深情。 感谢你注意到我痛苦得要死。 感谢你注意到我所有的需求。 感谢你允许我读懂你无言的祝福。 感谢你在我生病痛苦的时候, 允许我靠近你。 感谢你原谅我的病态和放肆。 感谢你从未让我感到焦虑和恐慌。 感谢你平等地对待我, 总是公正公平。 感谢你努力让围绕你身边的我们幸福快乐。 我为此感谢你。 十四, 一个月后, 阿卜杜勒·萨拉姆在迪利亚斯特组织了一个酒会, 庆祝迪拉克的70岁生日。 在酒会上, 海森博和其他的宾客看到了迪拉克夫妇最好的状态, 俨然是一对满足的老夫妻的典范。 但是, 迪拉克显然不想将几个星期前发生的不愉快完全抛在脑后。 他将曼琪的两封信钉在一起, 将它们和其他一些文件一起放在了办公室。 他似乎将他所有的攻击, 以及总是紧随其后的求和, 以一种几乎漠然的冷静态度对待。 他是否在其他人看不到的时候更深重的忍辱负重, 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因为他似乎不愿意谈论他的行为, 仍然尽量避免和任何人抱怨他。 在迪拉克夫妇晚年时的朋友们眼中, 曼琪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 没人质疑, 曼琪对于有益的天赋,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迪拉克的社交生活, 并且他将心思都放在了丈夫身上。 他称, 他是我的小米老鼠。 许多同事证实, 曼琪将迪拉克照顾得很好, 并且将他打扮得很体面。 一位来访的客人见到过这样感动的一幕。 有一天晚上, 迪拉克回到家时, 样子像一个衣衫褂褛的稻草人, 曼琪为他平整衣服。 就在曼琪为他整理领带的时候, 迪拉克微笑着说, 你看他把我照顾得多好啊。 十五如果没有曼琪, 他可能就像查理, 布罗德那样在学院里孤独地度过一生。 然而, 有时曼琪冲着迪拉克大叫,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许多朋友还是忍不住想回避, 并且还很好奇地想。 当他默默地忍受他诅咒, 黑鬼,医生和犹太老时, 他作何感想? 曼琪是犹太人, 但偶尔也是个反犹太主义者。 这成了他性格最令人困惑的矛盾点。 九, 十六由利克, 布鲁门菲尔德将他们这段34年的婚姻 做了一个惨淡的总结。 他厌倦了整天跟他唠叨, 而他只想活在自己的梦境中。 海伦娜, 布鲁门菲尔德却很吃惊于迪拉克对曼琪的容忍。 他说, 他是一位可爱的人, 而他实在可怕。 十七但是迪拉克家的常客, 莉莉, 哈里什, 钱德拉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 曼琪是个极其热情且忠诚的人, 她是一个极好的倾听者, 也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女人。 保罗也不可能是个好相处的人。 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持续是他们彼此从对方身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给了他地位, 而他给了他人生。 十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狄拉克一度对自己在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感到乐观。 他偶然发现了使用一种他认为具有特殊的数学之美的方程, 来描述孤立的整数、自旋的基本粒子。 然而, 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 这个方程只针对正能量, 数学没有得出令人尴尬的负能量结果。 但是他的亢奋在他发现, 不可能使用这个公式描述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粒子和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时, 消退了。 因为那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案例。 数学美感再次证明, 是一座靠不住的灯塔。 然后, 狄拉克放缓了他对于基础粒子理论的研究工作, 转而将精力投入在广义相对论和他仍然没有解开的大数假说上。 他知道这个假说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相互矛盾, 因为广义相对论要求用牛顿力学的话讲, 如果两个相同质量的物质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 那么他们之间的引力强度也应总是相同的数值, 而假说却与之相反。 于是他运用以前在高等研究院的同事, 德国数学家赫尔曼· 外尔所提出的想法试图进行调整, 外尔解决理论物理的方式和狄拉克很相似。 外尔曾经说, 我的工作总是在试图将真相和美感统一, 但当我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时, 我通常会选择美感。 19 1922年, 外尔提出了一个雏形理论, 使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提出, 采用数学方法解决引力和电磁问题可能会得出一系列统一的方程。 狄拉克被这些美感所迷惑, 他相信外尔的方法可能为相对论的一般理论和大数假说之间提供一种联系。 某种意义上说, 这射击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10 20 狄拉克的研究得到了利奥波德、哈尔彭的协助。 哈尔彭是一位广义相对论专家, 他在1974年来到塔拉哈西, 那年他49岁。 哈尔彭出生在奥地利并在那里长大, 他和家人在1938年希特勒入侵时逃离了奥地利, 当时他只有13岁。 他在欧洲的几个研究机构工作了27年, 这其中包括和薛定谔工作了一段时间。 狄拉克初次见到他是在1962年的一个会议上。 哈尔彭是个顺势疗法, 十一, 治疗师, 还在非洲获取了行医执照。 他还是个24K纯怪痞, 坚持一年四季, 在户外睡觉, 用跆拳道的手法刀劈烤土豆, 并且拒绝用肥皂洗脸洗澡。 因此, 他在电梯里常不受欢迎。 一些循规蹈矩的同事, 经常被他的坏脾气搞得很尴尬, 但他表面的暴躁下掩盖的是内里的羞涩。 当他听到电话响时, 他会不耐烦地接起电话美好气地说一声, 哈喽。 但当他意识到, 来电者是一位朋友时, 他的声音立刻就会柔和地像唱歌一样。 哈尔彭古怪而又粗鲁的举动, 经常激怒曼奇, 但却深受狄拉克的喜爱, 他们两人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每周至少一次, 他们俩会到银湖和迷失鬼湖去游泳。 这两个湖泊, 是狄拉克在塔拉哈西附近最喜欢去的地方, 主要因为那里的水面非常平静。 狄拉克不喜欢游泳时, 有人在附近开水上摩托艇。 但是有一次, 当时他都76岁了, 他招呼一辆摩托艇, 并问主人他能否试一试滑水。 摩托艇的主人表示愿意为他效劳。 当哈尔彭将此事告诉曼奇时, 他被吓坏了, 说,保罗还是相当的不成熟啊。 21, 大多数的周末, 这两个人都会坐上哈尔彭的大众甲克虫汽车出发。 哈尔彭将他那条16英尺长的独木舟和一副将绑在车顶的行李架上, 开车一个多小时去大沼泽公园。 22, 当他们划船离岸几分钟后, 他们就独自置身于佛罗里达最宜人的微润气候当中, 周围几乎是荒野一片。 他们会在缓流的河里逆流滑行大约两个小时, 穿过长满黄章树和山毛举并被苔藓覆盖的森林。 鳄鱼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 周围一片寂静, 只有船桨有节奏的搅动水面的声音和盘旋在头顶的鳄音发出的尖叫, 偶尔还会传来风吹过岸边树林间发出的嗖嗖声。 他们到达舌岛后会吃个简易的午餐, 然后迪拉克和哈尔鹏就脱光了衣服下河游泳, 之后再划船回到他们来时的位置, 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交谈。 这是一种静谧而自我的时刻。 偶尔他们也会邀请其他人一同前往, 但是, 这个人必须能够耐得住大部分时间不说话。 一次, 库尔苏诺格鲁有幸被妖童网。 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 打着领带, 还戴着斯丹顿粘帽。 船滑到一半时, 他从独木舟上站起身来欣赏景色。 狄拉克将他扔进了河里, 然后笑得直不起腰。 狄拉克和哈尔鹏经常比预计的时间晚几个小时到家。 他们在其得发疯的曼琪面前, 为自己辩解时, 像一对犯了错的小学生, 三心二意并且羞愧难当。 哈尔鹏每周都向曼琪保证大沼泽的野生动物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如果你不招惹那些蛇和鳄鱼, 它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哈尔鹏实在不能理解它, 到底担心什么。 12、23, 到了七十年代, 粒子物理可以说经历了一场革命。 经过了几十年的不确定之后, 物理学家们搞清楚了宇宙最细微层面的运动。 宇宙万物都是由几种基本粒子组成的少数的氢子和夸克, 以及少量的粒子传递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用量子场论来描述宇宙的方程, 简单到可以直接将它印在T恤山上。 狄拉克方程描述了所有与电子有着相同自学的氢子和夸克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 24、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 物理学家为他们的新概念想出了不少吸引人眼球的标签, 但他们对于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描述。 这一二十世纪最大一统的思想, 起了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名字——标准模型。 狄拉克以前的学生阿卜杜勒、 萨拉姆和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向达成统一迈出了最初且重要的一步。 他们分别在1967年提出运用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理论, 可以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 理解为一种统一的相互作用。 而这种规范的统一理论中, 潜在的数学、对称性是被打破的。 十三、 二十五几年来, 温伯格、萨拉姆理论都没有受到业界的重视, 因为它的无穷大致问题, 看上去甚至比关于光子和电子的量子电子动力学还要严重。 所有这些情况都在70年代初得到了改变, 荷兰理论物理学家杰拉德、胡夫特、 Jerard D. Hoft和马丁、 维尔特曼、 Martin Veltman, 证实了在这个理论中的无穷大问题, 以及其他所有规范理论中的无穷大问题, 都可以运用重整化理论被消除。 温伯格、萨拉姆理论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二十六,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理论物理学家们也增进了他们对于重整化理论的理解, 使得这个被迪拉克谴责为扫到地毯下的轨迹变得更加严谨了。 重整化理论现在已被广泛地认为是数学物理的一个严谨的分支, 不是什么耍花招。 但迪拉克强烈地反对这种说法。 不久物理学家们发现了强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 被命名为量子色动力学, 它与温伯格、萨拉姆理论具有相同的基础。 结果表明, 夸克之间的强相互作用也有可能被描述。 这种相互作用是被一种无质量的粒子所传递, 吉尔曼将它命名为胶子。 夸克从来没有被独立观测到, 因为根据理论强力阻止他们被分开, 尽管夸克聚集在一起时, 他们的运动似乎很自由。 因此,可以把中子重新想象成一个对夸克仁慈的牢笼, 他们不能逃脱监禁, 但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 这个现象是查德威克在30年前首次发现的。 卢瑟福所设想的一个典型的原子, 就是电子围绕一个小小的质子和中子的合盘弦, 就像一个蚊子在阿尔伯特音乐厅里飞, 14、15、16, 这个想法已经被取代了。 现在, 根据相对论量子场论, 想象一个原子最基本的方法是, 在原子核中的夸克, 是与强相互作用相关的场的量子激发态, 就如同沿轨迹运行的电子, 是电子场的量子激发态。 原子中的一切都可以用这些场的方式描述。 卢瑟福一定会被这些抽象的概念给噎住的, 然而, 他们却显然是他的那些实验伙伴, 以及从事理论研究的同行们, 长达一个世纪辛苦工作不可回避的结果。 虽然标准模型理论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难题, 例如, 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粒子的质量, 但它的出现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 但是狄拉克却不为所动, 他和哈尔彭躲在他们在塔拉哈西的碉堡里, 新的发现并没有打动他, 看到其他的理论学家发现了运用长论描述, 强相互作用的新方法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兴高采烈。 当初他开创了长论, 而后来就像散射矩阵一样, 被废弃不用。 他不再关注最新出版的物理学期刊, 并且开始在他的学科上出错, 但没有人敢施理地在公开场合指出来。 27草到了70年代中期, 狄拉克对粒子物理也失去了兴趣。 哈尔彭注意到, 他对于长论的兴趣还不如对都林果实部的由来所引发的新一轮公开辩论的兴趣大。 都林果实部被一些人认为是埋葬耶稣圣体食用的果实部。 28草 17 虽然狄拉克对于那些最优秀的年轻的粒子理论学家印象颇深, 但他还是认为他们被蛊惑了。 他通过谈话和偶尔发表文章敦促他们要付出全部的时间, 如同清扫奥基斯国王的牛舍一样, 18 19 清除和消灭重整化理论当中的击毙。 这个工作被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认为已经完成了。 29草和狄拉克相反, 海森伯在慕尼黑却对新的理论发展一直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直到1976年2月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而6年前, 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马克思, 波恩在戈廷根也去世了。 30 在量子力学的先驱中, 狄拉克所有的朋友现在都做谷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狄拉克并不关注从历史角度看待原子物理, 但是现在他非常渴望从自己的视角向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讲述身边所发生的故事。 在这些访谈中, 他总是煞费苦心地强调量子力学早年间那些令人兴奋的时刻。 大家都说, 即便在他经历那些时刻的时候, 都很少看到他表露出的那种情感。 他甚至将他的这些感受在他撰写的《科学回忆录》《激动人心的年代》里做了最真实的讲述。 31 1980年5月, 狄拉克去芝加哥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费米实验室》参加一个关于粒子物理历史的会议。 当时他正在患众感冒, 他在会议上讲述了量子敞论的起源。 在圆桌会议上, 他一反常规地批评当字旋理念和正电子还处于萌芽状态时遭到泡利的反对所带来的破坏性。 32 在另一次会议上, 他在谈话中讲述了他自己关于反物质历史的观点。 莱昂·莱德曼回忆说, 那次谈话是狄拉克的精粹之作, 清晰、流畅并且谦逊, 内容像奶油一样从他嘴里缓缓流出。 33 当他结束讲话时, 维基·维斯科普夫 说爱因斯坦在1925年就提出了正电子的存在, 比狄拉克的预测要提早差不多6年。 20 34 但狄拉克泰然自若, 他轻蔑地白白手道, 那他很幸运, 然后接着讲。 即便是狄拉克, 谦虚也是有底线的。 曼奇是个慷慨的女主人, 他能够让在他家的客人都感到被特别礼遇并且自在。 他经常组织晚宴, 他很用心地往客人的酒杯里添酒, 并且很大方地将他喜欢的菜肴摆满一桌子, 还确保饭桌上的谈话不冷场。 狄拉克坐在餐桌的异端, 在晚餐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都昏昏欲睡。 但是, 如果有年轻的女人, 特别是友好而又有魅力的女人招呼他, 还是可以把他带到一个交谈中的。 二十一, 三十五人们常常请求他给出主意, 但他通常会拒绝给出任何建议。 但如果对方坚持, 他有时会说几句。 他最喜欢用的回答质疑是, 先考虑你自己。 如果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 就去做吧。 这是对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关于个人道德责任的观点, 有点自私的概括。 三十六, 曼琪慧只给客人看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 狄拉克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在梵蒂冈热情地握手。 曼琪慧微笑着说, 保罗和教皇很合得来。 他的口气就好像, 这两个男人每个周末都一起去打高尔夫似的。 三十七这张照片, 是狄拉克与教皇在教皇科学院的几次会晤时拍摄的。 梵蒂冈的教皇科学院是由一群杰出的科学家组成的, 目的是向教皇提供公正的科学建议。 二十二, 狄拉克在1961年被选入教皇科学院。 一年前他的朋友, 宇宙学家乔治·厄梅特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长。 狄拉克的朋友科特, 侯佛回忆说, 曼琪特别以夫君为荣, 给客人们看过和教皇的合影后, 他会打开从全世界搜集来的邮票集子, 每张邮票上都有保罗的头像。 他总是假装不好意思, 但从来都不拦着他这样做。 三十八, 一次侯佛每周例行去教堂路223号拜访时, 狄拉克出乎意料地吐露了他对父亲的回忆。 狄拉克只对自己信任的最亲近的朋友, 讲述这些完整的记忆。 但是, 菲利的死对于他太过痛苦, 以至于他不愿和任何人提起, 甚至是曼琪。 三十九, 然而, 狄拉克在1969年, 向贝蒂讲述了他对于菲利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 贝蒂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医院里, 在经受了一次中风和七个小时的脑部手术后, 正躺在病床上, 处于昏迷状态。 四十独自在他的病床边, 狄拉克试着通过给他讲述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来换回他的意识。 他说, 他们和菲利在山丘上玩耍, 三个人在波地四角的海滩上游泳, 彼此交换书籍和漫画。 贝蒂在几个星期后, 恢复了意识并逐步的部分康复。 侯佛回忆说, 狄拉克认为有组织的宗教, 都是原始的人为操作的神话。 有一次, 当他走过当地的一个摩门教堂时, 看到房顶上安装着一个巨大的卫星天线锅。 他嘲笑地说, 教堂必须要有这么大的一个接收锅, 以便他能直接和上帝联系。 二十三, 四十一, 然而狄拉克现在却更愿意在谈论科学的时候, 引入上帝的概念。 1971年6月, 在领导的会议上, 他震惊四座, 他说思考是否真有上帝。 是当代物理学五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他说科学的研究这个问题, 将会非常有用。 一个物理学家, 需要将这个问题精确地理解为, 有上帝的宇宙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各自意味着什么。 要将这两种类型的宇宙明确地区分开, 然后再观察现实的宇宙, 看看他到底属于哪一类。 二十四, 四十二, 当他建议一种监测上帝是否存在的方法时, 听众们都不自然地笑了, 然后, 谁也不说话。 如果未来的科学家们能够证明生命几乎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 那么, 他认为这将是上帝存在的证据。 除非到那时, 否则这种假说就是未证实的。 二十五, 四十三狄拉克做这些猜测, 遭到新闻媒体的谴责, 但他无论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里都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而是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 他对于任何宗教宣传自己是提供救赎的唯一希望都持悲观态度。 侯佛记得, 保罗认为任何群体声称唯有他们知道真理是一种极度的傲慢。 他常指出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几百种宗教, 根本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种宗教是正确的, 如果真有那样一种正确宗教存在。 二十六, 四十四, 哈尔彭后来写道, 在狄拉克身上没有任何宗教虔诚的痕迹。 他记得, 狄拉克对天主教及其他承认奇迹存在的宗教都持有特别的批评态度。 在他看来, 奇迹的存在就暗示着暂时打破自然潜在的法则。 二十七, 四十五和爱因斯坦一样, 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响。 狄拉克似乎持有无神论者的观点, 认为宇宙等同于上帝或是对上帝的本质的某种方式的表达。 这个观点尽管模糊也近乎是重复的废话, 但似乎排除了上帝这一能够影响人类事件的概念。 狄拉克的无神论思想是一种美学的信念, 从最基础的层面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可以用具有数学之美的理论完美的描述。 如果他信奉什么宗教的话, 这就是他的宗教。 狄拉克确实很谦逊, 但他也不是一点虚荣性都没有。 丹麦雕塑家哈罗德·伊森斯坦英, Herald Eisenstein是一位专门为顶尖的物理学家造像的艺术家, 他为狄拉克素了两个半身像。 如果狄拉克不是那么有性格色彩的人, 那两个塑像都做得很像他本人, 只不过塑像无法传递他的独特性格。 第一尊塑像完成于1939年, 狄拉克将它放在家里展示, 第二尊塑像是在32年后做的。 46, 他将伊森斯坦英所做的第一尊塑像赠送给圣约翰学院。 学院也欣然接受了, 并将它陈列在学院的图书馆内。 这尊塑像至今仍然立在那里。 学院还想画一张狄拉克的油画像挂在学院的大厅里。 狄拉克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这个请求。 47, 1978年的初夏, 狄拉克几次为迈克尔·诺基斯·Michael Knox做模特画像。 诺基斯是英国皇室指定的肖像画家, 一年前刚为法兰克新大区28画了肖像。 29, 48在第一次画像时, 诺基斯试图找话题和狄拉克交谈。 诺基斯, 教授, 您能用普通人的词语描述一下, 您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狄拉克, 好, 创造。 诺基斯, 哇, 跟我说说呗。 狄拉克, 创造就是碰撞的一声巨响。 讨论稳定状态都是废话。 诺基斯, 但是如果之前没有任何东西, 存在怎么发生碰撞呢? 狄拉克, 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狄拉克就不再往下说了。 尽管被狄拉克的沉默和明显的缺乏兴趣, 搅得很不安。 诺基斯, 还是捕捉到了狄拉克, 那牧师远方的尤里眼神。 狄拉克看上去像五岁的孩子那样, 天真但像一位大仙一样的超然。 30, 49, 他第一次被画像, 还是在1933年被他的朋友雅克夫, 弗伦克尔, 耶废夫·弗安科, 画。 那时, 他们刚刚听说, 艾伦费斯特自杀的消息不久, 诺基斯所画的肖像, 和那幅画像对比, 是了多少信心。 对他的性格捕捉的最好的, 也许是1963年, 罗伯特·托拉斯特· Robert Tolst, 为他画的肖像。 托拉斯特的作品, 熟练的抓住了狄拉克那孩子般的无邪。 两年以后, 费曼为狄拉克画过一张素描, 虽然费曼画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不算差。 而, 从费曼画的肖像中, 能够看到作者的崇敬。 费曼常说, 我可做不了狄拉克。 31, 武士狄拉克将费曼画的肖像存放在他的文件柜里。 就在狄拉克拒绝接受歧视受勋20年后, 他接受了所有这些荣誉中最负声望的一个, 国王荣誉勋章。 这个荣誉不会要求他除了狄拉克先生以外用什么称谓称呼自己。 32, 五十一勋章旨在英联邦范围颁给24位成员, 判断的标准是那些为联邦主权提供过杰出贡献的人。 以前的成员包括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 温斯顿、 丘吉尔和威廉、 沃顿。 曼奇哀叹她丈夫是她那一代剑桥科学家中最后一个被受勋的人, J.J. 汤姆森、 爱丁顿、 卢瑟福、 考克罗夫特和布莱克特在很久以前就被授予勋章了。 52, 狄拉克在1944年就第一次被提名授予勋章, 但过去了差不多30年才被授予。 在1973年6月, 狄拉克夫妇回到英国接受勋章。 他们被一辆劳特莱斯专车接到白金汉宫, 在那里狄拉克单独从女王手中接受勋章, 过程持续几分钟, 这期间曼奇要在一个后见室等候。 几个星期后, 她和以斯帖及梅尔、 萨拉曼夫妇说起了和女王的谈话。 她说, 她们的话题是女科学家作为年幼孩子的母亲所面临的挑战。 我说一个女人很难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在男女两性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女王说她并不迫切敦促两性之间的平等。 33、 53, 她回到美国的塔拉哈西, 同事们盘问她对于女王的印象, 但她不愿意多说。 她对于女王的形容只有两个字, 弱小。 34、 54, 那年夏天, 迪拉克去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观了最新的粒子加速器。 那里的粒子加速器能够将质子的能量增加, 可以达到考克罗夫特和沃顿的加速器产生能量的大约5万倍。 在日内瓦期间, 迪拉克走到温克里的路, 那是一条靠近湖边和中心火车站的小路。 那里有一套公寓曾经在20世纪中期以前被她的祖母拥有。 他们一家也曾在1905年住过这里。 她围着附近的卢梭雕像散步, 可能想到了和菲利一起在湖边公园里跑来跑去的时光。 她的父母就在一旁看着他们, 而贝蒂还是个婴儿被母亲抱在怀里。 自从那次以后, 迪拉克就再也没有去过瑞士, 尽管她接到过许多邀请。 这个和父亲有关的国家给她带来的痛苦太深重了, 以至于她不能够再踏上这片土地, 直到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 迪拉克感到很虚弱也很疲倦。 哈尔彭回忆说, 他还是决心在尽可能多的纪念会议上讲话, 以便使自己明确地表明爱因斯坦是一位多么伟大的科学家。 55那一年, 迪拉克还实现了他的一个宏伟的愿望, 乘坐协和式飞机飞越大西洋。 协和式飞机是第一架超音速载客飞机, 是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开发的。 这种飞机噪声大, 是个有老虎并且不经济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 但是, 它却象征着当代最好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技术。 它也是迪拉克家乡航空工业发展所达到的最高点。 布里斯托飞机公司领导了第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从事这架飞机的设计, 并在离朱利耶斯路及英里远的富尔顿建造了这架飞机的原型样机。 56 曼奇不知怎么说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赞助了这次乘飞机横跨大西洋的飞行。 作为条件迪拉克以荣誉嘉宾的身份, 出席该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纪念爱因斯坦的庆祝活动。 35 57 他和曼奇在1979年5月5日起飞,航行在6万英尺的高空上, 这是他到达的最接近外太空的高度。 在飞行过程中,他可能在纽约时报的英国版的封面上看到了马格丽特, 撒切尔夫人刚刚当选了英国首相。 58 他还可能好奇他母亲曾经对于女首相这个概念的担心是否被说中了, 撒切尔夫人是否,用弗洛的话讲,有女性的情绪波动以至于他的支持者会随她在政治上左右摇摆。 59 到了1982年春天,迪拉克和卡皮查都厌倦了旅行, 但那年夏天却有三次机会让他们碰面,他们还是抓住了这些机会。 36 66月底,他们两人各自在妻子的陪伴下,首次在林道会议上见面了。 卡皮查现在已经有资格参加林道的会议了, 因为他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迪拉克为他游说了差不多40年的成果。 在这一时期,迪拉克见证了几乎所有卢瑟福的有能力的孩子们都获得了这个奖项。 布莱克特、查德威克、考克罗夫特和沃顿。 实际上,所有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量子力学的先驱们都获得过诺贝尔奖。 这其中还包括波恩、费米、朗多、泡利、塔姆和范弗莱克, 但是没有约尔丹。 他为他的纳粹历史所付的代价,就是他不能获得这个荣誉。 在兰道会议上,迪拉克当着200多名学生和诺贝尔奖德主组成的听众向重整化理论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击。 61迪拉克站在讲台上,看上去脆弱的像一尊刻花玻璃做的雕像。 他发表的演说,几乎和他在过去的50年间所发表的演说,没有任何不同。 他对标准模型理论没有任何异美之词,也没有称赞粒子物理方面任何其他的成就。 他颤抖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了,他的假牙有些不合适。 每当他说字母S的时候,都会伴随着像哨声一样的回响。 他说,目前的理论仅仅是一套工作规则,物理学家们应该回到基本的原理上,并且找出不被无穷大困扰的符合哈密顿理论的对自然的描述。 他还略带挑衅的轻柔,且有些倦怠地说,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正确地符合哈密顿理论的体系。 但是他在宣扬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努力,物理学家们不再以哈密顿的理论为基础,做出他们对基础粒子的描述,因为其他的方法更加便利。 但是,听众们还是满怀崇敬地聆听了狄拉克所做的25分钟的演讲。 部分原因是,也许,在预知的悲伤中,他那孤独的声音很快就会沉寂。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像爱因斯坦一样,无惧怕抵制当今的潮流,并且不计后果,坚持做他自己。 狄拉克夫妇和卡皮查夫妇又于几天后在歌廷庚会面了。 卡皮查对于这个小镇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狄拉克也一样,在他看来,这里是量子力学的发祥地,也是他初次结识波恩及其团队的地方。 他还在这里与奥本海默成为了朋友,可能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穿着军装的纳粹士兵。 狄拉克夫妇住在格布哈特酒店,可以俯瞰到哥廷庚火车站,那里是狄拉克在55年前从哥本哈根来到哥廷庚最先到达的地方。 62那时,他拎着重重的箱子,从火车站走到卡罗尔加。 现在,他和曼奇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钻进出租车,然后被送到城里最豪华的酒店住宿。 从一些照片上看,卡皮查和狄拉克坐在酒店花园的桌边,看上去很疲惫,并且有点无精打采。 物理,曾经是他们交谈的主要话题,现在已不再那么重要,它已让位于国际事务,现在这些才是卡皮查全神贯注的事情。 他肯定和狄拉克说起了最近刚结束的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马岛战争。 阿根廷方面的战争头目是加尔铁里,高提里,将军。 而英国则是由撒切尔夫人领导,马岛战争源于两国在南大西洋的岛屿领土争端。 狄拉克觉得对撒切尔很难做出判定,他担心他的激进主义会对英国的教育和科学产生影响, 但又赞同他决心捍卫福克兰群岛的岛民,希望继续留在英国管辖下的意愿。 但是,他认为争端本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在战争初期,他认为荒唐的是,在战争中可能要死亡的人数甚至会超过需要保护的英国公民的数量。 63在政治上,狄拉克现在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在物理上绝对不是。 马岛战争和和扩散相比,实在是个不值一提的小事情。 狄拉克和卡皮查几个星期后,在西西里的埃里切暑气学校再一次碰面时,就这个话题谈论了很长时间。 这个暑气学校是由意大利物理学家安东尼奥·齐吉吉·Antonino Cicici组织的。 狄拉克在那里冒险提出了这样一个主题,也就是在前一年的夏天。 他做过的一个题为《战争》是徒劳无功的演讲。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观点声明,很少有人反对。 64,在1982年夏天,他联合卡皮查和齐吉吉撰写了一个单页纸的《伊丽丝宣言》,37、65,敦促各国政府将国防事物透明化。 这是波尔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以防止核武器的蔓延,并且帮助那些没有发展核武器的政府有更多的安全感。 这篇措辞巧妙的文件,语气非常温和,以至于在埃里切会议上,最初的签名者中不仅有核武器的反对者,还有右翼的尤金,魏格纳以及顽固的核武器支持者爱德华,泰勒。 泰勒几乎是对加速核武器竞争贡献最多的美国人。 后来这个宣言,争得了一万名科学家的签名。 在狄拉克夫妇1982年欧洲之旅的最后阶段,他们去阿姆斯特丹看望了贝蒂,还去了奥尔胡斯看望了加布里埃尔, 然后回到剑桥。 狄拉克回到圣约翰学院,正如他不久后对院长所说的,圣约翰学院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的家园。 38、66、39,那年夏天,在公共休息室里,人们议论的话题是即将到来的学院第一批女性本科生,剑桥大学的又一个男性堡垒即将被攻陷了。 早前,理论物理学家彼得·戈达德·佩特·格德问狄拉克圣约翰学院是否应该招收女生, 狄拉克沉默了许久后回答说,可以,但前提是女生的人数不能超过男生。 67、在离开圣约翰学院之前,狄拉克将他的学士袍留在了传达室。 大约69年前,他就是在那里注册成为剑桥的一名学生的。 他在学士袍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道,狄拉克教授的学士袍。 请将他转交给院长,并请他代为保存,以便我下次来剑桥试川。 但是他没能够再看到这座城市。 1.根据多罗西、特纳、霍尔库姆于1971年3月9日撰写的新闻稿巴巴拉、沃特斯,我需要你。 狄拉克文献2,61,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著。 2.巴巴拉、沃特斯。 美国电视新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合主持人,尼克松首次访华团中唯一的女主播,采访过自尼克松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五次获得爱美奖,是美国传媒界的一个传奇。 还著有《试镜人生巴巴拉》,以回忆录的形式见证了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意义者著。 3.花生漫画是一部美国漫画。 作者是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tz。 故事的主角们是以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为核心的几位美国小学生,经由小狗史努比、Snoopy的视野观察这个看似普通的世界。 意义者著。 4.在1969至1983年,狄拉克做了大约140次讲座,平均每年10次。 其中,在美国有88次,在其他国家52次。 4.这些讲座主要在欧洲举行。当然,偶尔也去更远的地方,尤其是1975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讲座。 狄拉克文献2528,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著。 5.根据2004年2月21日对科特、侯佛的采访。 侯佛回忆说,当狄拉克意识到他赶走的人是一位朋友时,也会表现出心软。 作者著。 6.根据对科特、侯佛的采访。 李奥帕德、哈尔彭也单独确认过狄拉克的这种接听电话的方式。 作者著。 7.埃德加·艾伦·波·Edder Allen Poe 1809-1849。 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 约翰·勒卡雷·John L. Care 1931。 英国著名间谍作家,代表作为冷战蝶魂。 一者著。 8. 福尔赛世家的作者高尔斯华随,1867-1933。 是20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戏剧家。 因此著作在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巨著《福尔赛世家》是高尔斯华随的一个三部曲。 它包括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 一者著。 9. 根据2004年1月10日对海伦娜、吉尤利科、布鲁门·菲尔德的采访。 海伦娜。 布鲁门·菲尔德回忆说,当我在怀着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曼琪总是打电话来问长问短。 就在布鲁门·菲尔德太太该去阿登·布鲁克医院做定期产检时, 曼琪向她建议说, 你知道,那里有很多黑人医生。 莫妮卡也回忆说她母亲是她见过的最反犹太的人。 很令人吃惊的是,曼琪自己也是犹太人。 莫妮卡直到21岁才知道自己拥有犹太血统。 参见2003年2月7日及2006年5月3日对莫妮卡·狄拉克的采访。 作者著。 10. 狄拉克研究一程最清晰的记录是在她1974年11月向桥·兰努蒂所写的总结报告上的陈述。 参见狄拉克文献2、7、9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著。 11. 顺势疗法是替代医学的一种,也就是以毒攻毒。 顺势疗法是不同于中,西医的完整、独立、良好的医疗体系,可以自然、舒缓而又迅速地治愈疾病。 源于西方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目前,医学界一般认为,没有任何足够强的证据证明顺势疗法效果强于安慰剂。 一者著。 12. 2006年2月26日是个星期天,李奥帕德、哈尔鹏带上我沿着原来的路线,进行了一次他们的曾经之旅。 在图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采访中,他描述过他们顺和直下的经历以及曼奇等在家中准备收拾他们。 在2004年2月27日的另一次采访中,史蒂夫、爱德华兹向我讲述了迪拉克将库尔苏诺格鲁扔进河里的不厚道的举动。 作者著。 13. 规范理论的特殊类型首次于1954年被杨振宁及其合作者罗伯特·米尔斯在其论文中提及。 杨振宁将该理论描绘成对迈克思维方程简单直白的概括。 被引用于乌尔夫著作《1980年》。 作者著。 14. 20世纪70年代末狄拉克错误地分析了宇宙的不透明性。 他的错误还涉及对卡皮查·狄拉克效应的误解《马丁·李斯于2006年11月27日的电子邮件》。 在《达里兹及佩尔斯的著作》《1986年》中也指出了他犯下的另一个错误。 作者著。 15. 根据2002年2月18日对李奥帕德·哈尔鹏的采访。 据哈尔鹏回忆,狄拉克曾经很关注这个发现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奥秘。 狄拉克几次问他。 你怎么解释耶稣的画像,这一切怎么能发生? 果实布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 作者著。 16. 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是英国著名的音乐厅,建筑成圆形。 一者著。 17. 都林果实布是一块亚麻布,长14英尺,约合4.26米。 前后的印记表明曾用于包裹一名身材高大,长发续续的男子,他的双脚,手腕和身体两侧有伤,向外渗出血水。 2. 据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复活之前,尸体就是用他包裹,下葬的。 他并非唯一如此声称的圣物 世界各地大约有40条声称 与耶稣尸体有过零距离接触的果实部 多灵果实部之所以出名 在于据称在他上面印有耶稣身体的轮廓 至今许多人相信他是真迹 但也有人怀疑是达芬奇仿制的 一褶住 18.没有找到记录表明 狄拉克关注现代重整化理论 但是他认可那些在这个理论上 从事研究的物理学家的杰出工作 这其中有阿卜杜勒 萨拉姆 杰拉德 胡夫特 爱德华 威腾 并且他提名这些人获奖 他的提名被收藏在塔拉哈西市的档案里 作者住 19.希腊神话中 厄利斯国王奥吉厄斯的牛舍 相传舍内养牛三千头 三十年未打扫 奋会堆积如山 赫拉克勒斯引阿尔福斯河水入舍 于一日内冲洗干净 一褶住 20.根据2002年 6月18日对莱德曼的采访 参见法麦罗著作 2002年 爱因斯坦在1925年的论文 电子与广义相对论中 几乎预测了正电子的存在 参见福尔辛 著作1997年 作者住 21.许多女性朋友都证实了迪拉克的这种举止 尤其是莉莉 哈里什 钱德拉 瑞伊 罗德 海伦纳 布鲁门菲尔德和科林 泰勒 森 作者住 22.教皇的科学院是不同国籍 不同种族 不同信仰的学者组成的科学家元老院议员 他们探讨遗传学 天文学和化学战争等问题 他们的作用是向神学家们介绍科学的发展 一褶住 23.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 当时迪拉克和侯佛正好经过位于塔拉哈西体育馆大道上的摩门教堂 根据2004年2月21日对侯佛的采访 作者住 24.参见1971年6月29日的讲话 物理学的基本问题 临到讲话录音 迪拉克文献228-23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25.在这场谈话中 迪拉克提出生命形成的可能性 他认为没有上帝的存在生命形成的可能性很小 这种机会大约是1,0100分之1 而1,0100也被看作作是一个天文数字 作者住 26.参见哈尔鹏著作 1988年 也可参阅迪拉克于1975年的演讲稿 一个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 迪拉克文献2321A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27.伊森斯坦应在布尔加与迪拉克见面后于1939年6月29日写信给迪拉克 迪拉克文献239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伊森斯坦应于1969年再次联系迪拉克 参见1969年6月29日 伊森斯坦应至迪拉克的信 迪拉克文献267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28.新大区是20世纪的一代巨星 留下无数经典歌曲 他能歌善演 演技出色 三次获得奥斯卡奖 一者住 29.我感谢迈克尔 诺基斯讲述迪拉克为他当模特画像的事 2006年7月3日的采访 弗兰克 新大区在画像期间是并没有亲自做模特 但是他本人很喜欢那幅画像 并将其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 作者住 30.迪拉克很喜欢那幅笑项 但也略有抱怨说 他让我看上去有点苍老 迪拉克对自己鼻子左侧的疤痕很敏感 那是移出一个癌前囊肿所留下的疤痕 手术时间为1977年 因此诺基斯的肖像只体现了迪拉克右侧的轮廓 国家肖像艺术馆于1980年委托霍华德 摩根画过两幅迪拉克的粉笔画肖像 在那两幅肖像中 迪拉克看上去更果断 作者住 31.费曼为迪拉克画的肖像 被印在了库尔苏诺格鲁和魏格纳的著作 1987年的标题页上 费曼说 我可做不了 迪拉克是在1966年6月28日 接受查尔斯 维纳的采访时说的话 加州理工学院存当 作者住 32.瓦德格拉夫勋爵指出 这个勋章的授语 主要是已故的罗斯查尔德勋爵 维克多 罗斯查尔德干预的结果 他当时作为爱德华西斯首相 中央政策评估小组的组长 以及内阁办公室的常任秘书 非常有作为 根据2004年6月2日 对瓦德格拉夫勋爵的采访 作者住 33.参见萨拉曼夫妇的著作 1986年 迪拉克提出这个问题是 鉴于他女儿莫妮卡的经历 莫妮卡学过地质学 但由于要照顾孩子而放弃了事业 作者住 34.56英国方面项目最终的交付 是根据1962年 英国飞机公司与法国南方飞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英国飞机公司是在布里斯托飞机公司 和其他航空公司的基础上于1962年成立的 感谢安德鲁 内厄姆的建议 作者住 35.迪拉克夫妇 于1979年5月5日从杜勒斯飞往巴黎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总干事助理阿普渡 拉扎克 卡都拉于1979年3月29日写给迪拉克的信 迪拉克文献2 93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36.参见卡皮查于1982年2月18日 致迪拉克的信 信中说 知道你肯定去救激起我旅行的激情 迪拉克文献26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37.伊丽丝宣言的原文 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作者住 38.1982年12月7日 迪拉克致信圣约翰学院院长 为自己不能参加学院 为庆祝他80岁受臣 于12月27日举办的酒会而表示歉意 他在信中说 59年来 学院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 也是我的家园 圣约翰学院文档 作者住 39.埃里斯 埃里切 为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地名 意大利与发音 为埃里切 而英文发音为伊丽丝 故宣言多采用英文发音 即为伊丽丝宣言 意义者住 第29章 1982年秋至2002年7月 我尽力了 因为灯芯燃尽油耗干 血液也在血管里凝固 我不甘的心灵 想要得到满足 从那模具住出的美人身上 他青铜铸造 或是站在晶莹的大理石上 他出现了 但随着我们的离开也消失了 不要在意我们的孤独 那只是一个幻影 哦 心啊 我们都老也 活着的美人 只为青年人享有 我们不能激上狂野的眼泪 威廉 巴特勒 叶芝 一 活着的美人 1919年 迪拉克在谈论物理的时候 所表现的信心 背后隐藏着一种绝望 他显然不止一次地 表露出这样的绝望 他甚至有一次 对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 皮埃尔 雷蒙德 帕埃尔 雷蒙德 也表露过这样的绝望 雷蒙德是佛罗里达大学 盖恩斯维尔分校的一位 理论物理学家 二 一 他是一位礼貌 且善于表达的谦谦君子 他是一位美国人 但话语中带有很强的悦感 他的口音 在1983年早春的一个星期三午后 他从盖恩斯维尔 驱车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做一个学术研讨会 希望他心目中的英雄 和指路明灯迪拉克 能够出席听取他的研讨会 果然 当雷蒙德来到能够俯瞰校园的 位于七楼的讲座教室时 他在听众席上 看到了自己所幻想的迪拉克的身影 他先若得像一个小精灵 雷蒙德在演讲中用推测 但是很肯定的口气 讨论了不是在通常传统的思维空间 更多维度里建立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二字史之中 迪拉克好像都在打盹 在后来的提问程序里 他也没有说话 但是当讲座结束后 他 罕见的 一直逗留 直到他有机会和演讲者独处 并且教室的门是关着的 雷蒙德以前见过迪拉克两面 但是都没能将他带入到一种 类似正常的交谈中 他回忆说 我听说能劝说迪拉克开口的唯一途径 是向他提出一个非同小可 并且需要给出直接答案的问题 因此 他直接问迪拉克 正如他在讲座中所提到的 探索高维空间厂论 是否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雷蒙德强撑着等了许久 迪拉克只用强调的语气 回复了一个字 眼睛同时焦虑地盯着远处 两个人静止在那里 没有眼神的交流 他们都凝固在了一个沉默的僵局中 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分钟 迪拉克主动做出让步 打破了僵局 如果优美的数学 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更高的维度 那研究这些维度可能是有用的 雷蒙德感到自己受到了鼓舞 他觉得机会来了 他让自己尽量表现得听懂了迪拉克的意思 他于是邀请迪拉克就他的理念 在盖恩斯维尔做一次访谈 时间由迪拉克来定 并且还补充说 他自己很愿意开车接送 迪拉克立即回答说 不 我没有什么要讲的 我的人生一直很失败 雷蒙德听到这话 比迪拉克用棒球棒给自己当头一棒 还要震惊 迪拉克不带任何感情地向他解释到 量子力学曾经对于他是如此的充满希望 但最终连简单到电子和光子相互作用 这样的事都给不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那些计算得出的结果就毫无意义 充满了无穷大的问题 显然已经习惯于做这样的陈述 他接着又对重整化理论进行了同样的攻击 这些话 他都重复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雷蒙德太吃惊了 以至于他听迪拉克说话时常常走神 他等着迪拉克讲完并且安静下来 然后他指出 已经存在一些似乎避免了无穷大致问题的雏形理论 但是 迪拉克不以为然 幻灭击垮了他的自尊和精神 迪拉克面无表情地向他道别 然后走开了 但雷蒙德瞬间凌乱了 他乘坐电梯下到底层 独自在下午的暮色中走回自己的汽车 二十五年后 他仍然能够一起 自己当时有多么悲哀 我简直不能相信 如此伟大的一个人 怎么能够回顾自己的一生 是一个失败 这让我们其他人 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雷蒙德记不得是否明确地 向迪拉克提到过自然的基本构成 不是点撞例子 而是细小的闲这一理念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 雷蒙德是研究这一理念的一个小团队的成员 那时 这个理念在理论物理界 还是一潭死水 狄拉克在1955年 曾经实验性地提出 电子和其他量子可能都成现状 而不是点状 但是 狄拉克里面的数学形式 和现代弦论完全不同 而弦论本身仍然处于萌芽时期 然而 弦论却借助了狄拉克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出所作的贡献 这其中包括他的与量子力学 以及狭义相对论一致的描述 两维和三维对象的方法 他描述一个小型的球体 他的介子模型所使用的数学 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重新展露出来 以描述闲在时空中的运动 新的闲论令人欢欣鼓舞的特性之一 就是不存在诸如量子电子动力学 这一线有最佳描述电子和光子的传统场论中 存在的无穷大致问题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试贤论使引力的存在成为必然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引力就必然存在 尽管还没有实验证据表明贤论 优于其他的常论 但贤论的支持者们认为 他看上去太优美了 不可能完全错误 狄拉克应该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讲座上 听说过这个理论 但他的好奇心已经枯竭了 就在他刚过了八十岁生日的几个月后 当地的记者安迪 林德斯特罗姆 Andy Lindstrom 发现狄拉克是一个病痛缠身的轻瘦的人 腰弯背驼并且雷弱 他曾经漆黑的头发 脱落的只剩下额头边缘薄薄的几缕细发 好像那些头发 都被在其下面涌动的伟大思考 而消耗光了 纵横的皱纹 像是被刀刻在他那柔和且孤独的脸上 被皱纹勾勒出的眼睛 好像永远都在探索 这是什么 三 三 自从1980年年底才将消化问题解决 狄拉克就不那么担忧健康问题了 但是三年后 他的焦虑又回来了 因为他开始出现一些显然毫无关联的问题 夜间盗汗以及间歇性发热 他咨询了当地的医生汉塞尔 瓦特 瓦特医生 还是一位非神职的牧师 讲话时带着浓重的美国南方人特有的 慢吞吞拉长声调的口音 他那些平静而又安慰的话语 再令人放心不过了 狄拉克很喜欢他 并且 曼奇也觉得他不会出错 瓦特诊断出狄拉克健康问题的根源 是他的右侧肾脏 X光片显示 他的右侧肾脏感染了结合 也许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感染了 这让狄拉克感到意外 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自己会染上结合 他母亲曾经很肯定地说 结合病在许多家庭中蔓延 但我们家绝对没有 4 4 当瓦特医生建议 应当摘除狄拉克被结合感染的肾脏时 哈尔鹏愤怒了 5 5 哈尔鹏一直对手术治疗持怀疑态度 并希望只采用草药治疗 他反对瓦特医生的治疗计划 并且 让曼奇生气的是 他还尽其所能暗中阻挠治疗 曼奇 就像一只母虎保护他受伤的幼崽那样 与哈尔鹏对于狄拉克的影响展开了肉搏 他甚至没有告诉狄拉克 他已于1983年6月29日 在塔拉哈西纪念医院 为他安排了手术 一个月前 他还发表了 后来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的谈话 6 6手术后 狄拉克的右肾 就只剩下曲棍球大小的一小块 7 7 从技术上讲 手术是成功的 但他使狄拉克成了一个废人 他虚弱并且沮丧 整个夏天都待在家里恢复元气 他看看电视 下下围棋 有时还玩一些其他的棋类游戏 但无法进行认真的工作 几个星期后 他能下地走几步了 但是仍然没有力气走出空调的房子 离开家 到外面感受一下 炎热和潮湿 几十年来 这是他第一次不能在夏季去乡间散步 这特别对于一个 想要像沃兹华斯一样 涉足18万英里距离的人来说 更是残酷 巴最经常来看望迪拉克的人 质疑就是哈尔鹏 他每星期来好几次坐在迪拉克的床边 和他聊他们的工作 以及任何他们喜欢的话题 这当然包括政治 迪拉克说 尽管他不同意里跟总统的许多政治主张 但他还是忍不住 很喜欢他 在心底里 迪拉克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不效忠于民主党或其他任何政党 哈尔鹏和曼奇的关系 每个星期都会恶化一些 哈尔鹏不喜欢看到曼奇无休止的唠叨 他经常晦气的满脸通红 撅着嘴 离开迪拉克家 哈尔鹏回忆说 每当迪拉克提起 他对塔拉哈西的酷暑 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曼奇就以他惯用的反驳 回复他说 那也比剑桥好 九 曼奇本人认为 哈尔鹏很粗鲁 是个爱管闲事的好事之徒 他无耻地利用一个无助的朋友 使用江湖乌衣 对他进行行骗 哈尔鹏知道曼奇 对自己心怀敌意 于是决定与他耍花招 周旋是唯一的希望 每当曼奇外出购物时 他就会实施一个秘密的 顺势疗法的治疗方案 他趁护士没看见的时候 偷偷地往迪拉克喝的水里 滴几滴草药药剂 八 实据哈尔鹏说 迪拉克喝了他的草药 重新恢复了体力 就像大力水手 POPEI 吞下一罐菠菜那样有效 曼奇一旦发现了草药阴谋 立即恢复了迪拉克惯常的饮食 于是迪拉克就又退回到 嗜睡和默然的状态 这好像证明了 哈尔鹏的疗效有点管用 迪拉克醒着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坐在轮椅上 和来访的客人聊天 他女儿玛丽时髦的 新任丈夫彼得 蒂利 Peter Tilley 也来看望过他 过了几个月 迪拉克感觉身体 已经恢复得很好 可以偶尔去他在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办公室 指导他最后的研究生 布鲁斯 赫尔曼 布鲁斯·赫尔曼 监督一下他最后要发表的论文 哈尔鹏为迪拉克起草了题为 量子场论的缺陷的论文 迪拉克希望用他最后发表的文字 来诅咒重整化理论 这个技术起源于 他自己对科学 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 十一最终 他还是拒绝承认 他已误入歧途 费曼在1946年 也曾劝他说 他的那辆火车 已经脱离了正确的轨道 1984年4月初 迪拉克听说卡皮查去世了 苏联知道他们 失去了一位最忠诚的臣民 整个政治局和这个国家 科学界的许多领导人 都在真理报 发表的复告上签了名 迪拉克失去了 他最亲密的朋友 他心目中的兄弟 但他只表示了无奈 几个星期后 接着传来了更加悲痛的消息 迪拉克的儿子 加布里埃尔 得了非常严重的皮肤癌 医生诊断说 他的生命只能持续几个月了 6月 曼琪飞到欧洲去看望儿子 将迪拉克托付给朋友们照顾 就在他返回美国几个星期以后 加布里埃尔于7月20日去世 年仅59岁 三天后 迪拉克实在感到不舒服 很难让自己入睡 十二哈尔彭纳什远在欧洲 因此 曼琪只能自己照顾丈夫 并且还要不得不应付 他不断低落的情绪 以及日益恶劣的顽固 十三家布里埃尔的女儿 巴巴拉来看望过他们 巴巴拉的到来 使迪拉克的精神恢复了一些 巴巴拉是个清朗可爱的姑娘 特别受迪拉克夫妇的喜爱 迪拉克几年前跟她说 你长得很像雪儿 九 十四 在巴巴拉看来 曼琪是一位体贴且仁慈的护士 她和迪拉克之间 偶尔发生争吵 但很快两人会恋爱地 彼此握着对方的手化解矛盾 这和哈尔彭的看法成鲜明的对比 巴巴拉注意到 迪拉克的体力几乎被耗尽了 但是她心中依然闪烁着对物理的热爱 她常拿起自己的论文 轻声但坚定地说 我还有工作要做 十五 她最大的恐惧 就是怕脑子不好使了 但这从来就没有变成过现实 1984年10月初 巴巴拉返回到欧洲后 曼琪雇佣了护士24小时轮流照顾迪拉克 她已经命悬一线了 但她仍然接待偶尔来访的客人 其中就有玛丽的丈夫彼得 蒂莉 蒂莉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迪拉克的床边 但多数时间都是沉默不语 蒂莉回忆说 她最后一次去看望迪拉克时 迪拉克俯下身向着她 用实事求是的口气 很肯定地说 我这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娶了一个总想要离家出走的女人 十六 蒂莉记得 迪拉克的话听上去既不苦涩 也不遗憾 而只是一个对事实的陈述 也没想和别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也许迪拉克想起了曼琪 在他们认识后不久跟自己说的话 他嫁给第一任丈夫 只是因为他想逃离父母的家 他可能还想起了他母亲在47年前 关于他要娶曼琪后 所给他的含蓄的忠告 曼琪和哈尔鹏之间的持久战又恢复了 当哈尔鹏得知曼琪不在家时 会偷偷溜进迪拉克家 并在迪拉克喝的水里 缠加增强体力的草药 护士已经放弃了让迪拉克产生食欲的努力 只有哈尔鹏喂饭给他的朋友吃 而迪拉克也吃得像个婴儿一样 迪拉克想做的事就是谈论卡皮茶 他在他最后有意识的时间里 都是在回忆他的这位朋友 五彩缤纷的生活片段 一遍又一遍地将卡皮茶 如何拒绝为核弹工作 独自屹立于一群卑微的俗人中间 那些人甚至没有道德的勇气 来明确自己的立场 这是一种妄想错觉的不断回放 10月18日星期二 当哈尔鹏离开迪拉克家时 撞见了曼琪 他本来以为 由于他偷着来看望 迪拉克会遭到曼琪的责骂 但曼琪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 自己刚刚去过殡仪馆 安排迪拉克的目的 但是第二天 哈尔鹏就接到了他几个星期来 都害怕接到的电话 曼琪禁止他再踏进迪拉克家一步 他说 瓦克医生告诉他 迪拉克太虚弱了 除了家人以外 不应该见任何外人 至此 哈尔鹏就没有迪拉克的任何消息了 直到四天后 他在塔拉哈西民主党人报的头版 看到一则消息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去世 享年82岁 哈尔鹏感到气愤 苦涩并且泪流满面 星期六晚上 曼琪和护士守护在床边 迪拉克的心脏出现衰竭 并在11点5分的时候 停止了跳动 10 17 曼琪告诉瓦特医生说 我想像马一样被安乐死 但在公众场合 他还是表现出一贯的精神和毅力 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口气 将迪拉克的死讯通知 给亲戚朋友 并安排葬礼的全部细节 11 18他 煞费苦心的确保 迪拉克会如他所愿的 被人们铭记 就在他去世几天后 他告诉朋友们 说 迪拉克是一位非常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高规格的 圣公会教徒的葬礼 12 19 10月24日 露天葬礼在塔拉哈西的 玫瑰园公墓举行 那天天空阴得很沉 好像要下雨 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 参加葬礼的宾客 陆续到达 他们看到迪拉克的关旧 被架在刚刚挖好的墓穴旁边 关旧上面搭盖了一个亮蓝色 如滑盖一般的棚子 棚子四周被四根木桩支撑着 周围是一层成荫的松柏 在微风中摇曳 在哀悼者当中有迪拉克 曾经吐露秘密的朋友 皮埃尔 雷蒙德 他对来参加葬礼的人数感到吃惊 想想他那么出名 来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二十大约有九十人前来哀悼 其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几十人 但是就像曼琪很伤心地注意到的 剑桥没有来人 葬礼中有人发现 不只是他们前来致哀 和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忙着记录的记者 和一对电视台的设置人员 曼琪决定她的丈夫 应该在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环绕下被埋藏 教区的牧师罗伯特 爱博斯坦 博士缓慢地朗读了英国圣公会教 至今幸存的最古老版本的圣经里的内容 这些文字是曼琪坚持要求的 曼琪还禁止哈尔彭讲话 也没有知道词 半小时后 天空开始放晴 爱博斯坦在关旧上撒了一把土 并在土上画了一个十字符号 几个星期后 狄拉克的墓地上 竖起了白色大理石的墓碑 曼琪选了一句她常说的话 刻在了墓碑上 因为上帝说本该如此 就在狄拉克葬礼结束的几天以后 曼琪又遭受了另一次打击 她从佛蒙特州警察局得知 他们现在推测 朱迪已经死亡 以而放弃了对她的搜寻 十四 二十二曼琪所经受的痛苦太可怕了 在短短的四个月里 她失去了她在俄国最好的朋友 她的两个孩子和丈夫 生活似乎对她太吝啬了 但她是一位斗士 当有人问起是否可能为迪拉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科学角 建立一座纪念碑时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教长反对道 迪拉克是一位激进的无神论者 十五 二十三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迪克·达里兹 迪克·达里兹 率领了一众科学家 开始施加压力 敦促将迪拉克和牛顿及卢瑟福藏在一起 被世人铭记 要配得上这个地方 并与这些伟人为伴 教堂当局必须确保这个人是一位基督徒 或者至少不能对宗教持有敌意 经过了十年的沉思 他们断定迪拉克具有千年意义 十六 二十四以迪拉克的地位 很容易说服卡彭特 但是达里兹还是发现 很难表明迪拉克通过了宗教测试 特别是教长得知了泡利的一句评价 泡利曾说 根本没有上帝 迪拉克就是自己的先知 泡利总能够给迪拉克找麻烦 即便在他俩都去世之后 他也没放过迪拉克 正当此事处于僵局时 达里兹找到了一个不可辩驳的方式 反驳教堂的反对态度 如果迪拉克的父母为他做过洗礼 那么无论他对于宗教有过什么嘲弄的言论 他都是一位正式的基督徒 二十五 在天堂的迪拉克 一定会被这种荒唐的说法逗乐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达里兹在布里斯托的教区记录里 查找了几个星期 但没能找到任何证据说明 查尔斯和弗洛 为他们的孩子们做过洗礼 这条调查线索被中断了 然而 教会听说迪拉克 曾经是教皇学院的成员时 还是有所动摇 并且听说 他在与教皇的会面中 没有发表任何反宗教的言论 达里兹和同事们继续向教堂施加压力 在一九九零年年初 经过六年的游说 新任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长 宣称 自己对于达里兹他们所做的事情表示 很同情 这件事最终在一九九五年 年初取得了成功 二十六 纪念碑揭幕仪式 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活动于下午五点开始 先是进行玩倒 尽管这次纪念活动 没有像卢瑟福葬礼那样 公开的大肆宣传 但仪式的规模 和五十八年前卢瑟福的葬礼一样壮观 教堂看上去非常华丽 唱诗般的声音非常宏大 参加仪式的人群 也都大声跟着合唱 在朗读完对迪拉克科学工作的赞颂后 数学家 皇家科学院院长 迈克尔 阿蒂亚爵士 Sir Michael Etiel 揭开了位于教堂中央的纪念墓碑 那墓碑就立在牛顿墓碑的旁边 和达尔文的墓碑也只有几步之遥 剑桥的石匠们 用了一块从湖区开采的柏林顿绿板盐 将其制成一块两英尺剑方的石板 并在石板上刻上了碑纹 P.M.迪拉克勋章获得者物理学家 1902至1984 还刻上了他的方程 27 最后发表讲话的是史蒂芬 霍金 他用声音合成器 通过教堂古老的公共广播系统讲话 28一开始 他就用他通常的清晰和幽默惹人注意 我们国家用了11年的时间 才认识到 他可能是自牛顿以来 英国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拖了这么久 这才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树立纪念碑 我来解释一下原因 我要解释的 是他为什么如此伟大 而不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29 霍金最后的话里 再一次带有挖苦 拖了这么久 就是一个丑闻 达利兹向同位仪式组织者的霍金 投去了焦急的目光 很显然 霍金并不知道一个人去世后 至少要等十年后 才能为他 或者他数杯纪念 迪拉克的揭幕仪式 至多也就晚了一年 30后来 达利兹又找到教堂的几位主事的人道歉 31 就在管风琴手奏起了巴赫的副格 大调前奏曲时 迪拉克的女儿莫妮卡和他的两个孩子 将鲜花放在了墓碑上 然后全体齐唱 美哉主耶稣 音乐都是被精心挑选的 曼琴由于生气 威斯敏斯特教堂 质疑迪拉克 是否有资格树立纪念碑 而没有参加揭幕典礼 他愤怒地说 英国人就是伪善 拜伦勋爵被葬在了那里 而他是本世纪最大的流氓 17 32 迪拉克死后 曼琴成为他圣火的传递者 写他丈夫生平的传记作家 和编年史作家 如有任何冒犯的言语 或对他认为 他是一位科学圣人的观点产生质疑 他都毫不留情地向他们开炮 当亚伯拉罕 派斯 Abraham Pace 18 接到曼琴的信时 被吓了一跳 因为曼琴坚持狄拉克 不是一位无神论者 他在信中说 许多次 我们都并肩跪在教堂里祈祷 我们都知道 他不是一位伪君子 34 迪拉克的朋友们 明知道他是个不可知论者 现在也搞不清楚 他是出于礼貌 和他一起去祈祷 还是狄拉克在朋友面前 嘲笑宗教 而私下里却信奉宗教 亦或是曼琴产生了幻觉 曼琴逐渐接受了 迪拉克去世的事实 然后他依然充满活力 并保持活跃了十年 他在欧洲和美国旅行 几乎不间断地招待宾客 他客人的名单里有莉莉 哈里什 钱德拉 莱昂 莱德曼和妻子艾伦 以及魏格纳的女儿艾利卡 齐莫尔曼 19 35 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曼琴对完美一天的概念 就是购物 和小狗玩耍 和佛罗里达州政府的官员们交往 调整自己的投资 以及和朋友开车出去到当地的一家 万好酒店吃午饭 在饭桌上 他会一边嚼着奶酪薄饼 一边扯八卦新闻 36 他和女儿们联系密切 并不断担心玛丽 玛丽就住在附近 但精神状态时常不好 到了晚上 曼琴会坐在电视机前 喝上一杯雪莉酒 并看看电视上播出的公益纪录片 和他最喜欢看的竞裁节目 危险 20 以及价格正确 21 尽管会接到无数的信件和电话 但他还是和遍布美国和欧洲的朋友 及家人保持着联系 但他和小姑子贝蒂 没有任何联系 被蒂于1991年去世 曼琴认为 丘吉尔学院没有善待伊丽莎白 考克罗夫特 并且仍然对此感到气愤 他采取了一个报复手段 他收回了迪拉克在该学院的文件档案 并安排将这些档案 转送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现在这些档案 被保存在迪拉克科学图书馆内 曼琴还在1989年12月 为图书馆正式剪彩 37 在图书馆的外面 他还为匈牙利雕塑家 加布里埃拉 波罗巴斯 Gabriella Bolobos 为迪拉克所做的塑像揭幕 这尊塑像表现的是 迪拉克晚年的形象 标题是 量子力学原理 但塑像做得特别没有生气 也没有体现出 推动他成为伟大人物的能量和想象力 曼琴从来都很孩子气 他的情绪仍然会瞬间变化 总是在狭隘和大度之间 来回变化 他可以整个上午都在责骂哈尔鹏 然后再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花言巧语地劝说 佛罗里达州政府的官员 为哈尔鹏在大学的物理系 提供一个永久的职位 三十八油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老年痴呆症 他不再和哥哥保持一致 在公开场合 他崇拜他 但私下里 他诋毁他是一个三流的物理学家 三十九通电话的时候 他会和他就家庭琐事 争吵几个小时 慷慨激昂地指责他的政治倾向 以及与文先民统一教徒 二十二 白往 在一九九五年元旦那天 就在魏格纳去世几个小时后 他给利昂和艾伦 白德曼打电话 让他们俩一次接听电话 跟他们说 感谢上帝 那个魔鬼死了 四十 甚至在九十岁和百岁高龄 曼奇都在密切地关注新闻 在一九八九年年末 他为柏林墙的倒塌 而欢呼雀跃 而苏联支持的匈牙利社会工人党 随之放弃了垄断权力 同意自由选举 不久以后 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 他又考虑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以便成为公民取得选举权 这样 他就可以在老布什竞选连任的时候 投票反对他 当比尔 克林顿第一任总统竞选 获得成功的时候 他高兴极了 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年末给希拉里 克林顿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 希拉里礼节信的 用白宫的信件给他回了信 上面写着亲爱的迪拉克夫人 二十三 四十一 没有一封信像这封一样 让曼奇这样开心了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都是在关节炎和严重的哮喘的折磨中度过 朋友和家人都催促他搬进养老院 但是他质弱网闻 不管全天侯家庭护理有多贵 他都要在家里过完所有的日子 2002年初 他被他的狗绊倒了 摔断了宽骨 他别无选择地住进了医院 并于几天后在医院去世 玛丽和莫妮卡安排 将他和迪拉克合葬在同一墓碑下 迪拉克的木制名没有变 他的木制名是让他那慷慨的灵魂安息 一 雷蒙德在2006年2月18日的采访 以及随后的电子邮件中 讲述了与迪拉克的碰面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提到的碰面日期 比以前所讲的日期 派斯著作1998年 延后 雷蒙德在查阅了 他部门的记录后 确认这里引用的日期是正确的 确认确切的会面日期 已经不太可能了 作者住 二 威廉·巴特勒 叶芝 William·巴特勒 1865-1939年 爱尔兰诗人 剧作家和散文家 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 也是艾比剧院的创建者之一 叶芝的诗寿浪漫主义 唯美主义 神秘主义 向争主义和玄学师的影响 演变出其独特的风格 一褶著著 三 参见1983年5月15日 塔拉哈西民主党人报 头版 作者住 四 参见1940年4月8日 迪拉克的母亲制 迪拉克和曼奇的姓 迪拉克文献一 四十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住 五 根据2004年7月19日 对瓦特区 bleeding 对瓦特医生的电话采访 作者住 六 8.哈尔彭为迪拉克添加的药剂为紫厨菊,乃祭草和人参,根据2006年2月24日对哈尔彭的采访。 作者注 9.根据2003年5月5日对巴巴拉·迪拉克·斯维尔德鲁普的采访。 作者注 10.根据迪拉克的死亡证明,他死于呼吸衰竭。 验尸观发现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不是肾衰竭而是动脉阻塞。 参见迪拉克文献一,97,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11.根据2004年7月19日对瓦特医生的电话采访。 作者注 12.曼琪选择圣公会教葬礼的原因是,美国的圣公会教堂是英国国教在美国的分支,直接隶属坎特伯雷大主教。 信息来源于2006年2月16日对史蒂夫·艾德华兹的采访。 作者注 13.我感谢玛丽、迪拉克、史蒂夫、艾德华兹、日帝、侯佛以及皮埃尔·雷蒙德对葬礼的回忆。 作者注 14.朱迪案子的细节参见美式县代办处的文件。该文件关闭朱迪。 汤姆森案件的日期为1984年10月29日。 作者注 15.参见迪克·达利兹于1986年11月3日至彼得。 哥达德的姓,圣约翰学院,在2003年4月9日对迪克·达利兹的采访中被允许将此信引用。 作者注 16.参见彼得。 哥达德于1990年5月26日至圣约翰学院院长的姓,圣约翰学院存档。 作者注 17.参见1992年7月4日曼琪至吉塞拉。 迪拉克的姓,该姓为吉塞拉·迪拉克斯人收藏。 曼琪对拜伦安葬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拜伦的遗体被带回英国后,教堂拒绝他被安葬在那里,他先是被埋葬在哈克纳尔。 随后曾有过三次试图在该教堂为他树立纪念碑的运动,但都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发生在1924年,哈代、吉普林以及三位前首相巴尔佛、阿斯奎斯及劳埃德、乔治都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 最终在1969年,教堂许可在诗人角立碑。 作者注 18.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ce 1918年5月19日至2000年7月28日,是荷兰出生的物理学家和物理史学家。 著有《爱因斯坦传》,他的书《天才科学》,《肖像画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含12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传记,包括保罗·狄拉克·波恩·泡利·费根·鲍姆、冯·诺伊曼·拉比和尤金维·格纳等。 意义者注 19.莱德曼夫妇自从1980年5月与狄拉克相遇于粒子物理历史大会后,与狄拉克夫妇成为了朋友。 莉莉·哈里什·钱德拉嫁给了狄拉克的同事。 数学家哈里什·钱德拉·艾利卡·奇莫尔曼是为格纳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哥廷根的一段恋情中所生的女儿。 作者注 20.危险 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意志问答游戏节目,已经经历了数十年历史。 该节目的比赛以一种独特的问答形式进行,问题设置的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历史、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体育、地理、文字游戏等各个领域。 意义者注 21.CBS王牌游戏节目,价格正确,连续35年保持高收视率。 意义者注 22.是由韩国人文先鸣创立的基督教新分支,宣扬各宗教派别统一起来,因此被称为统一教。 1971年,文先鸣为了宣传教义而移居美国。 文先鸣在新闻上表示,由于犹太人不支持耶稣,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人送到集中营判死刑。 因此,受到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的反面批评。 意义者注 23.参见1996年2月12日,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之曼奇的姓。 克林顿夫人,信中写道,很高兴听到像您这样的个人与我们共同分享,让所有美国人拥有更美好生活的观点。 特别是听到人们认识到要实现这一愿景并非意识,尤其让我受益。 根据2006年5月1日对莫妮卡·迪拉克的采访, 作者注 第三十章 迪拉克的大脑和性格 然后,他给我看这个图形,我知道这是高兴的意思,就像我在阅读阿波罗太空飞行任务,或在早上三四点钟还清醒着,我可以在街上走来走去,假装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熟的那种感觉。 《克里斯托福·布恩·夜色中好奇的狗·伊》中的讲述者,作者马克·哈顿2003年。 布里斯托从来就没把迪拉克放在心上。 今天在这座城市里,能让人想起迪拉克的东西,就是一座不起眼的抽象雕塑,和一些冷冰冰的功能性建筑的名字,以及几块牌匾。 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去过布里斯托很多次,我在大学校园以外向人打听迪拉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听说过他。 当我在2003年5月第一次走进布里斯托档案馆的大门,几分钟后,我向信心满满的档案馆管理员询问是否有任何关于保罗·迪拉克的资料时,他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问道,他是谁? 在档案馆里,要想找出关于迪拉克早年间上学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查阅一些找起来比较顺手的关于他在主教路小学上学时的同学,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的文件。 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总是随时准备记录下格兰特在这座城市逗留时的情景,这种架势肯定会将迪拉克吓跑的,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回来。 然而,在70年代,他首肯了由当地的议会成员威廉·沃尔德·格雷夫·William Walter Grave组织的庆祝活动,将他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活动的倡议下为当地的中学设立了一个数学奖。 二,以沃尔德·格雷夫注意到,当迪拉克在布里斯托不为人知的时候,这个城市的人以工程师一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奈尔、埃森巴尔、Kingdom Bruno引以为傲,尽管他既不是在那里出生,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2006年,布里斯托对于布鲁奈尔的崇敬是明确的,庆祝他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持续了5个月。 当地企业和文化组织联合推出了一个长达8个月的,以布鲁奈尔200年为主题的艺术节,这是一个集展览、戏剧、音乐会、艺术装置和诗歌朗诵为一体的纪念活动。 二,大约4万人,多数来自布里斯托本地以及周边市镇,参加了在4月举行的周末开幕仪式。 而在4年前,在布里斯托举办的纪念迪拉克百年诞辰的活动就显得低调了很多。 主要的活动是由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组织的一个下午的系列讲座。 讲座的内容是回顾迪拉克的生平以及他为人类留下的遗产, 紧接着是在布鲁奈尔设计建造的大不列颠号。 三,轮船上举办的正式晚宴。 在我接受了电台四套本周一史节目关于迪拉克方程的采访以后, 我被活动的组织方叫去询问我是否能做一个有关迪拉克生平的讲座。 这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时刻,因为我从少年时代就对迪拉克着迷。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一处市郊房子的门口。 那时我正在沿街兜售美洲抽奖的彩票以支持伦敦东南部的奥尔平顿地区的自由党竞选。 1968年一个春天的傍晚,正当我要结束这一天的销售时, 来了一位新客户,一个心不在焉的,古怪但有魅力的人, 他的名字叫约翰·班戴尔·张·班德·他曾敷衍地,说他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 我们成为了朋友,并且好几次在星期天的早上,在他家客厅里畅谈。 通过这些谈话,我发现他是一个迪拉克迷。 班戴尔在每次聊天时,都要借故提到他的这位英雄的名字, 并且一聊起,这个人就要聊好几分钟。 4.在我们聊天时,班戴尔的小女儿就在我们脚边玩羊娃娃。 她的名字叫宝,我看这也不是巧合。 每到圣诞节,他都会从厨房里拿出一盘子馅饼,坐在沙发上, 然后再倒上一杯雪莉酒阅读《量子力学原理》,回味其中的每一句话。 我把他的这本书借来读,当我看完这本书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 我也要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几个月以后,我还发现,当迪拉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住的地方离我在布里斯托出生的奶奶阿梅利亚、琼斯、密尔的家只有几英里远。 他很喜欢给我讲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那时在一个紧身匈衣厂里做工。 每到周末,他都会和他的未婚夫查理,也就是我后来的爷爷, 他是一位码头工人,手挽手漫步在城市的中心, 他穿的长裙子快要脱到地了,而他的胡子也修剪得很大胆。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家里,格兰特去美国之前见过他。 我听到他这样说,他应该在城里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也许就在赛马场周边,那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和我爷爷也很有可能知道查尔斯、迪拉克的声望,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至少见过迪拉克家的人, 也许就是走在一起的会说法语的小哥俩。 人到中年时,迪拉克有几次回到这个城市。 1956年,他在母亲位于康沃尔郡的乡村别墅度晚暑假后, 在返程的路上经过布里斯托,他带着家人停在朱利耶斯路6号的门外, 给女儿玛丽和莫尼卡指那个他从10岁起就住过的地方。 四,但是他没有说起任何有关住在那里的25年岁月的记忆。 几次去布里斯托,我都常隐蔽在那座了不起的房子外, 想不出用什么方法能够进到里面去。 在2004年初夏再去时,我的问题被解决了, 房产的主人大方地邀请我进去, 允许我进入到那座上演了迪拉克许多伤痛记忆的房子。 五,五,从查尔斯那间小小的书房可以俯瞰到房前的花园, 它就是在那里避开了税务官的耳目,给学生们上补习课的。 楼梯下面是矮柜,弗洛就是蜷缩在那里躲避德国人的空袭, 耳朵里还塞了棉花。 楼梯的正上方是一间小小的卧室, 在那里迪拉克在菲利自杀几个月后读到了海森博具有开创性的论文, 并且意识到文章中隐含着打开量子物理之门的钥匙。 菲利的房间被多年当作神龛, 现在备注在这个房间的孩子们摆满了玩具和游戏。 从弗洛的小厨房可以看到后花园, 在那里迪拉克曾经仰望星空, 他还在那里观看过第一批英国制造的飞机起飞升空, 也是在那里,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学习原意。 很难想象在这个市郊的房子里发生的事件, 能够使迪拉克变成一个用曼奇的话形容, 有感情缺陷的人。 六 他的话听起来可能很残酷, 但迪拉克也许会同意他说得很准确, 他总是把他极度的沉默和情商的发育不良归咎于他父亲严厉的管制, 但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 那就是他患有自闭症。 迪拉克的两个年轻同事向我坦白他们的结论也是这样, 他们向我透露这个结论时都压低了声音, 好像他们在散布一个不光彩的秘密, 两个人都拒绝将他们的话引用, 但是做出这样的诊断还是应该极其小心的, 除非这个人超乎寻常的内心沉默, 集中于某种事物以及不能与人交往, 单凭一些不可信的证据就为一个人贴上自闭症的标签, 那自闭症患者也未免太多了吧。 此外, 对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进行精神分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重要的是, 我们先要搞清楚症状的本质, 然后才能说是否存在强有力的理由, 说明迪拉克是一位自闭症患者。 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的人, 他或他必须自幼年时期就具备以下三种性格特征。 一, 社交技能与其他教室里的技能, 如阅读和算术技能相比, 发育得比较不健全。 二, 和其他教室里的技能相比, 语言性即非语言性的沟通能力的发育严重受损, 有重复性或固执刻板的动作行为迹象, 学术化的年龄晚并且缺乏各种自发的假扮游戏。 三, 活动能力和兴趣范围异常狭窄, 并且对于这些活动和兴趣的关注度超出正常范围。 六, 七, 在1933年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前几天, 弗洛告诉记者迪拉克是一位早会而勤奋的孩子, 并且他异常安静。 巴弗洛在他的评价里没有给出足够的细节。 而在学校给出的迪拉克表现的报告中, 也不能证明他在那个时期就患有自闭症。 然而, 他成年以后的表现, 具有几乎所有自闭症患者, 不同程度的都具有的性格特征, 沉默, 被动, 远离尘销, 平淡缺乏想象力, 行为僵硬刻板, 身体协调性差, 以自我为中心, 比上述更重要的是, 兴趣范围狭窄, 并且明显地不能与其他人产生共鸣。 这些性格上的极端表现为, 在物理学家之间流传了几十年的, 关于迪拉克的故事, 提供了笑料。 几乎所有这些迪拉克意识, 也许都可以被称作是自闭症故事。 自闭症, 一词源于希腊语, Otos, 意思是自己。 自闭症覆盖的症状很广泛, 覆盖的人群, 从智力迟钝的人, 到像迪拉克这样, 在他们特殊的领域, 具有天赋, 并通常被称为高功能的人。 好莱坞电影, 语人, 就是对一个自闭症不寻常案例的戏剧化的表现。 影片中达斯丁, 霍夫曼, 扮演了一个自闭症患者雷蒙德·巴比特·Raymond Bebbitt, 他患有更为罕见的学者症候群, 表现在他超凡的技术能力, 和他对棒球赛统计数字, 以及电话号码惊人的记忆力。 临床医生认为, 在英国就有超过50万人在某种程度上患有自闭症, 这几乎是每100人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患者, 并且很明显, 主要是男性。 统计研究显示, 抑郁症在自闭症人群中尤为普遍。 统计研究还显示, 大约有20%的儿童每天说话, 不超过5个字。 9. 10个自闭症患者中, 大约有一人具有特殊才能, 如绘画、计算机或背诵记忆。 另外的一个性格特征, 当然仍需对其进行正确的量化, 就是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 对他们所吃的食物特别挑剔。 10. 对现今自闭症的流行, 特别是在美国的流行, 目前存在着大量的猜测。 自然, 杂志在2007年刊登文章说, 美国是寻回筹款的金娃娃。 11. 但是对于自闭症患者人数突增的说法, 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每个医生的诊断, 往往有很大的差异, 导致数据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2.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开展了一系列的高质量实验研究, 才得出了一些可靠的信息。 但这句来欧·肯纳·利欧·凯奈尔, 这位奥地利出生的, 来自巴尔迪摩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童精神病医生, 于1943年首次发现, 这种症状并未其命名, 已经过去了很久。 一年后, 维也纳的精神病医生汉斯· 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 独立提出了现在被称为 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病症, 这种病症被列在自闭症表现的范畴之内。 7. 13. 尽管对于自闭症的研究发展很迅速, 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原子物理一样, 对于自闭症的症状已经有了大量的观察信息, 但专家们知道他们对于这些数据 只有支离破碎的理解, 然而还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确定的结论。 科学家们现在确认, 诸如自闭症与人脑的某些异常有关。 14. 临床医生使用现代的脑部成像技术, 如正电子发射扫描, 8. 证实自闭症患者的脑部 与阅读他人思想的过程相关的区域 比大多数正常人明显的不活跃。 在剑桥的自闭症研究中心, 现在正在做出一些对于自闭症最有成效的研究。 这个中心的主任西蒙·拜伦·科恩·Simon Baron Cohen, 创新性地提出, 自闭症是男性大脑的极端表现, 典型的女性性格中有, 容易与人产生情感的特点, 会相对弱化症状, 而典型的男性性格中的系统性, 如搞明白机械设备的功能, 解决数学难题, 想读排行榜, 以及将音乐CD叠归档等。 15. 这些性格使症状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拜伦·科恩的一项研究项目中, 他和同事们研究了一些顶级数学家和科学家们的行为, 一些人认为,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在内, 都至少表现出一些自闭症的迹象。 16. 顶尖的数学家和物理科学家, 绝大多数都毫无疑问是男性, 这可能表明了男性大脑的一个特质, 尽管批评家们会指出, 这可能也是在孩子培养过程中的一种延续的性别偏见的结果。 当我在三一学院的办公室拜访拜伦·科恩时, 他的两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关注, 这两点特别与迪拉克相关。 首先, 他说他注意到患有自闭症的男性中, 能与一位外国的妻子保持一段稳定的婚姻的概率很高, 也许因为, 相对于本国文化背景的男人, 女人更能容忍一个外国男人古怪的行为。 拜伦·科恩并不知道, 迪拉克与一位匈牙利人有一段几乎长达50年的婚姻。 当然, 那也许是个巧合。 然而, 几分钟后他说的另一个观点, 又让我吃了一惊, 他指出, 尽管患有严重自闭症的人, 看起来远离人群, 但当他们确信, 有朋友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时, 他们往往会非常愤慨, 以至于他们会中断, 或放弃他们那些, 几乎是亘古不变的日常规律, 去为朋友讨回公道。 时期拜伦·科恩也并不知道, 迪拉克曾经有一次涉足国际政治,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集中精力呼吁释放被滞留在苏联的卡皮茶。 海森伯在战后, 遭到许多以前的同行们的鞭挞, 也有理由认为, 迪拉克是他最忠实的朋友。 仍然, 这些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拜伦·科恩认为, 年轻的迪拉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蓬勃发展, 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剑桥的生态环境容忍了他的怪癖, 并使他的技能得到重视。 学院的生活为他提供了 有规律的每日常规, 以及他所需要的一切。 有人给他铺床, 有人给他提供食物。 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和学院的高桌成员们接触, 高桌成员自称规矩的交往, 使社交便得具有高度的可预知性。 在数学系, 他可以自由地干自己, 想干的事, 他的周围都是和他秩序相投的人, 因此他没有社交的压力。 像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于狄拉克这样的人, 是再理想不过了。 9. 18. 美国的商业高管兼教师天保, 葛兰廷, 10. 为了解自闭症, 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洞察。 葛兰廷将自己说成是一个高功能自闭症患者。 19. 在他撰写的书籍和文章中, 葛兰廷强调了他和其他大多数自闭症患者, 都具有的两大性格特征。 而这两大特征也正是狄拉克所具备的。 首先, 他对突然发出的响声过度敏感, 这使我们想起了狄拉克, 总是特别小心地确保自己不会被叮当作响的钟声, 或是邻居家的犬肺所打扰。 其次, 他指出他在有些方面运用视觉思维, 他的大脑运转和大多数他所遇见的人不同。 我的大脑是这样工作的, 就像谷歌的图片搜索引擎。 如果你对我说爱这个字, 我就会在大脑里的网络上浏览。 然后, 一系列的图像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会看到, 例如, 一匹母马和一头小马鞠的画面, 或者我会想起, 赫比, 爱情出了错, 这首歌, 还有电影, 爱情故事的画面, 以及甲克虫乐队的歌曲, 你所需要的一切只是爱。 二十, 像天宝, 葛兰廷一样, 可以肯定狄拉克的思维, 本来就是一种几何思维。 二十一, 他总是对于用代数的方法解决, 物理问题感到不安。 如果他不能够想象其中任何的数学过程, 他就会很焦虑。 这也是他之所以如此不喜欢重整化理论的原因之一。 其次, 如果说狄拉克的行为举止, 和自闭症特质的关联可能是一种巧合, 但是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关联, 那就不太可能是一种巧合了。 我几乎可以肯定, 狄拉克作为一名自闭症患者的行为特质, 对于他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 他对于数学及物理的信息系统化排序的能力, 他的视觉想象力, 他以自我为中心, 他的专注和决心。 这些特质肯定不足以解释他的才华, 但却让我们洞察到他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 查找是否符合自闭症特质最有利的线索之一, 就是这个病症具有遗传因素, 它存在于家庭的血缘之中。 尽管这个理论具有说服力, 但仍然没能像物理理论那样精确地预测到 大多数的性格特征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特别是当自闭症这样的疾病同时和几个遗传基因有关。 观察性研究显示, 一个家庭有不止一个孩子患有自闭症的情况非常罕见, 但如果有一个孩子患有自闭症, 第二个孩子患自闭症的可能性大约是1.20分, 这种概率几乎是一般家庭的八倍。 这使得我们提出疑问, 菲利和迪拉克是否都患有自闭症?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武断地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判定, 因为能找到的关于菲利性格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然而,我在一天晚上对这个家族的谱系专家, 吉塞拉·迪拉克所做的一次拜访, 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 他说,他调查了这个家族的家谱, 吃惊地发现这个家族有如此众多的人物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并且很多人死于自杀。 在我的请求下, 他后来给我发了一份家族的族谱, 并用案例做了注检, 在二十世纪,有至少六人患抑郁症。 查尔斯·迪拉克也显示出自避证的行为迹象, 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于他的描述主要是指他以自我为中心, 他对工作尽心尽力以及他刻板僵化的教学方法。 和他的儿子保罗一样, 查尔斯对于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似乎也很有限, 但是对于缺乏与他人共鸣的表现上, 保罗的表现是沉默不语, 而查尔斯的表现是人类推土机一般粗暴的态势, 这两个男人都不是能好好相处的过日子的丈夫, 弗洛对于他在图书馆偶遇的瑞士迷人男子的那种少女的迷恋, 导致了一场可怜的不幸结合, 而曼奇不知怎地找到了方法和这样一个男人安生的过日子, 而多数的女性可能连考虑都不会考虑接受这个男人作为自己的伴侣, 迪拉克知道他在某些方面很像他父亲。 1936年6月,就在查尔斯死后三个月, 曼奇告诉保罗他总想这些相似点以至于他会无意识地寻求效仿他父亲的某些习惯。 22过后不久, 保罗在参加波尔关于遗传学的会议时, 思考过他父亲的遗传因素, 并且详细了解了有关性格的遗传, 以及他们如何被传给下一代。 坐在波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课堂的板凳上听着这些讲座, 迪拉克很可能在想, 这些遗传的性格早就清楚地写在了他的基因里, 无论他们基因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有一点毫无疑问, 那就是迪拉克和他父亲水火不容。 在我听说了那么多饭桌上的煎熬以后, 当我第一次走进朱利叶斯路6号那间可以看到后花园的阴暗的餐厅时,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当初的壁炉还在。 不难想象, 弗洛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热腾腾的粥走过阁墙的门口, 一边还催促着单薄的令人担心的保罗不许剩下一口饭菜。 尽管他胃口不佳, 这是结合病的症状, 但他的父母似乎并没有怀疑他得了病, 并且还强迫他吃下那么多他不想吃的食物。 11、23 当迪拉克年老时, 在他的记忆中那间餐厅就是一个酷刑事。 他很多次提起, 就是在那里。 他父亲将他的人生赶进了一个沉默和压抑的状态, 由于被迫说法语, 出了错误, 还要被父亲无情地惩罚, 小保罗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说话。 家里的其他人没有留下关于进餐时的讲述, 因此, 我们也许无从得知他是否在夸大事实。 我们也不太可能知道他父母对于抚养一个智力上早会, 但情感上孤僻的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和自身的感受。 12、24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查尔斯和弗洛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面临着一种挑战, 而这种挑战可能也使得他们的婚姻问题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布里斯托, 市政府就像英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一样, 会给予他们援助并使他们的儿子进入特殊的学校学习。 我还是接受了保罗, 迪拉克和他母亲的说法, 认为, 查尔斯, 迪拉克是一位刚愎自用且麻木不仁的父亲, 但我不认为查尔斯虐待小儿子并使他变得沉默寡言。 更有可能的是, 在我看来, 保罗和查尔斯之间的关系是天生注定的, 而不是后天养成的。 小保罗生来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 并且很可怜地不能与别人产生共鸣, 甚至和他的亲人们也是如此。 他将责任一股脑地归咎于他父亲头上, 尽管他也有其他的原因不喜欢父亲, 但他每提起父亲时的那种怨恨, 还是让少数几个人很吃惊, 科特, 侯佛就在其中, 他看到了他怨恨父亲的程度。 侯佛在听了他的倾诉以后, 很奇怪地想为什么保罗这么怨恨父亲, 并被他父亲所困扰。 也许主要的原因是, 迪拉克心里清楚, 他不单是他自己, 他无法逃脱的血管里, 也流着他父亲的血。 一,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约翰, 弗朗西斯, 克里斯托弗, 布恩, 是一名15岁的自闭症男孩, 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 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数学学者, 有一个照相存储器, 具有极强的观察力, 具有病理性不能说假话的特点。 不过, 他很难理解人类行为, 手势和关系, 他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一, 褶住。 二, 该奖项由劳斯莱斯和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设立。 威廉, 沃尔德格雷夫回忆说, 迪拉克支持这个奖项, 并请他为自己发他曾经接受教育的 主交路学校的照片。 作者住。 三, 大不列颠号蒸汽轮船, 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铁客船, 船长98米, 宽15.2米, 吃水10米, 重3270吨, 是当时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载客蒸汽轮船。 一, 折住。 四, 本章节所述的细节, 以及其他的信息, 已于2007年10月18日, 通过电话与约翰, 班戴尔进行了核实。 作者住。 五, 这次访问发生于2004年6月22日, 感谢来自布里斯托的历史学家唐, 卡莱顿为我精心安排,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作者住。 六, 这三个症状是基于自闭症专家尤塔。 弗里斯在他的著作2003年中对症状做出明确的介绍时, 给出的更加严格的定义。 他的描述符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和统计手册。 2000年第四版《华盛顿》给出的最详细和最新的描述。 世界卫生组织也给出过类似的描述。 ICD时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 临床描述和诊断指南。 1992年。 作者住。 七, 和自闭症患者不同。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不会有幼年持语或其他方面的智力发育不全。 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会和自闭症患者具有相同的社交障碍。 参见弗里斯著作2003年。 作者住。 八, 全称为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适合医学领域比较先进的临床检查影像技术。 一, 折住。 九, 2006年12月25日, 西蒙·拜伦·科恩的电子邮件。 作者住。 10, 天堡·格兰廷·Temple Grandin。 1947年8月29日, 动物学家著名的自闭症患者。 他说, 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思维模式, 心智。 也许, 假如环境有利的话, 自闭症患者往往可以成为社会的积极贡献者。 而假如我们周遭的人对他们缺乏理解的话, 即使是爱因斯坦, 假如他生活在今天, 肯定会被认为得了自闭症, 也会被埋没。 他的自传还曾经被改编成电影。 一者住。 11, 许多结合病患者的普遍症状为, 疲劳、 不适、 食欲不振、 虚弱以及体重减轻。 参见西顿等人著作, 2000年。 作者住。 12, 格尼拉·格兰的回忆录。 一个真实的人, 生活在局外, 穷、 太特异, 揭示了一个自闭症儿童的童年。 格兰有力地提出了他对于幼年与父母之间的误解的看法, 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 他说, 他根本不尊重其他人的需求。 我父亲的行为具有一个十足的虐待狂特征。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虐待狂。 他并不享受于虐待我本身这件事。 他甚至无法想象这是虐待。 参见格兰著作1996年, 也参见格兰廷著作1984年。 作者住。 第31章 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迪拉克告诉乌里希的学生们, 无必总担心方程的意义, 只关注于他的美感即可。 对于那些对纯数学美感, 具有强烈意识的物理学者来说, 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建议, 他们可以依此看清前方的道路。 但这样的物理学者为数不多, 或许只有迪拉克自己。 史蒂芬、 温伯格、 布里斯托大学纪念迪拉克一百周年诞辰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8月8日, 一、一。 所有的科学家, 即便是那些最杰出的科学家, 对于科学都不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在短时期内, 会受到一些个人影响的启发, 但从长远来看, 缺了其中, 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对科学造成太多的影响。 如果玛丽、 菊里、 Mauric Curie和亚历山大、 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上, 雷元素和青霉素被发现的时间, 也不会比现在教科书上所写的日期晚多久。 然而, 每一位科学家都希望, 子孙后代会评价他们在揭示自然的一个特定的奥秘中的贡献比别人多。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毫无疑问迪拉克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是为数不多的在现代物理学家圣殿中的地位, 能够与爱因斯坦比肩的人。 迪拉克和海森博、 约尔丹、 泡利、 薛定谔和波恩这些理论学家, 一同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发现者。 然而他的贡献是特殊的。 在1925至1933年他的全盛时期, 他为一个科学的新分支的发展, 提出了一个独特而又清晰的视角。 大自然这本书似乎经常会展现在他的眼前。 弗里曼、 戴森总结出, 是什么让迪拉克的工作如此非同寻常? 其他量子物理的开拓者所写的伟大的论文, 比起迪拉克的论文都显得粗糙, 形式上不够完美。 他的那些伟大的发现, 就像雕刻精美的大理石塑像一般, 一个接一个地从天而降。 他似乎能够从纯思想中变换出大自然的法则, 这种纯粹性使得他独一无二。 2. 迪拉克的著作《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些塑像中的一尊。 戴森指出, 他所展现的《量子力学》是一件艺术品, 经过了精心的雕琢。 这本书从来都没有绝版过, 至今仍然是对量子力学最具见解的, 以及最流行的入门书, 也仍然是那些年轻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们强大的灵感源泉。 他们所使用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将这个理论展现得如此优雅, 却又如此符合客观逻辑, 这正是鲁道夫·派尔斯在1972年所强调的迪拉克品质。 有关迪拉克的传奇就是他用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在一条直线上思维, 而我们其他人都倾向于沿着一条曲线思维。 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以绝对的直线思维使他的工作如此具有个性。 3. 然而, 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根本不关心量子力学的内在逻辑, 而只是运用这个理论得出快速而又可靠的结果。 这个理论实际上为科学家提供了一套完全可靠的实用工具, 用以描述原子和分子的世界。 每天, 在微电子行业都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经常会使用到由迪拉克以及同事们所发展的技术, 这些想法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得以澄清, 现在被毫不费力地运用。 而当初可没少让他们的创造者们头疼。 小型化的现代趋势使量子力学变得尤为重要。 在不断发展的超小科技领域,通常被称为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来源于希腊语Nanos, 矮人的意思。 量子力学变得一如当年经典力学之于布鲁内尔那样不可或缺。 在这一新科技中中一个分支自旋电子学, 以自旋为基础的电子学的简称中, 工程人员试图发明一种新的设备, 它不仅要依赖于电子电流的控制, 这是传统设备的运行方法, 还要依赖于电子的自旋流。 由于自旋流比电荷活动更加快速地从一个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状态, 因此, 自旋电子设备应该比传统设备产生更少的热量。 如果能如工程人员所希望的那样, 他们就能生产出自旋电子晶体管来取代内存和逻辑电路中的传统的晶体管。 如果这个趋势可以持续下去, 就有可能超出目前可行的限制范围, 出现更加小型紧凑的计算机。 很有可能, 就在迪拉克首次将电子自旋带入量子力学的逻辑结构100年后, 他的方程曾经被人们看作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数学天书, 二, 就会变成拥有数十亿美元产值的产业理论基石。 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在死后硕国累累。 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 迪拉克可以算作是所有科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他提出的很多概念至今仍然在不断发展, 仍然是现代思维的工具。 例如, 迪拉克方程仍然为那些长期着迷于悬量的数学家们孕育奇思妙想, 并提供着肥沃的土壤。 悬量这一数学对象就是在迪拉克方程中首次出现的。 迈克尔, 阿迪亚爵士认为, 没有人完全理解悬量。 三, 人们从形式上理解了悬量代数, 但是它的几何意义仍然是一个谜。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解释了几何的平方根, 正如人类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理解了杠一的平方根。 四, 悬量的情况可能也会如此。 四, 对迪拉克带来的影响感受最深的是, 那些研究宇宙最细微构成的科学家们。 现在的实验学家可以将粒子粉碎。 此外, 粒子所具备的能量之高也会让卢瑟福感到吃惊的。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是一种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能够在百万分之一秒的百万分之一的时间内, 重现宇宙初始时的状态。 在这种加速器或其他的加速器所产生的亚原子对撞过程中, 实验者们经常会看到亚原子粒子被产生和被摧毁的过程。 这些过程只能用相对论、量子场论加以解释。 而狄拉克对于这个理论最拿手, 他是这个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之一, 也是首先写出量子力学作用量原理形式的人。 这个形式是关于厂的现代思维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过去的25年左右, 粒子加速器所能达到的能量和探测最新理论所需要的能量之间的差距, 被拉大到惊人的地步。 建造加速器的难度和费用都在不断增加, 因此需要国际上的合作来资助和运营这些加速器, 新的设备只能缓慢地引进。 这导致了一个后果, 就是亚原子理论被提出后, 后续的实验数据却迟迟地跟不上。 产生的这种状况已被狄拉克在1931年, 他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里有所设想。 他在文章中提出, 理论物理应当被数学而不是实验所引导。 有一个物理学家坚信, 狄拉克所提出的理念具有前瞻性, 他就是杨振宁。 他和狄拉克共同出席了1979年, 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会议。 会议上杨振宁提出, 狄拉克已经找到了伟大的真理, 才会提出这个想法。 武同样在1931年的论文中, 狄拉克还提出了反电子和反质子的存在, 并且使用几何方法, 发展了磁单极子的量子理论。 这个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理论学者。 由于实验学者们无法监测到磁单极子, 狄拉克认为这个计划再一次让他失望了。 他至死都认为, 大自然中不太可能有磁单极子存在。 六弹今天, 许多物理学家都不会赞同他的想法, 因为标准模型理论的一些简单推论, 就可以预测出磁单极子。 相对于狄拉克的定义, 现代的磁单极子的定义更加完善。 其此外, 宇宙学家们认为, 磁单极子应当是在大爆炸时大量产生的, 现在应当被监测出来。 它们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单极子问题。 对于狄拉克的磁单极子的探测, 会引起一个虚拟的历史问题。 如果磁单极子与正电子在同一时期被首次发现, 那将对他的声誉产生何种影响? 这样的双重成就, 肯定会巩固他在同行中的声誉, 也会让他更为公众所知。 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像他的卢卡斯教授, 最近的继任者史蒂芬, 霍金那样成为媒体上的名人。 狄拉克似乎想不到要去写一本畅销书, 他也不会像霍金那样闯入媒体的聚光灯下, 现身在影片, 星际迷航, 辛普森一家, 以及伦敦夜总会的舞池中。 五, 巴然而狄拉克会出乎大多数同事们的意料, 他钦佩这样的勇气。 除了量子力学领域, 狄拉克还在其他的领域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最典型的贡献之一就是, 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分离化学元素同位素的方法。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这个方法, 但他的理念在当时不太航得通, 因此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然而三十年后, 这个方法又被德国和南非的工程人员分别独立地重新发现。 狗他的方法似乎仍然不经济可行, 但是随着新型的超强材料的发展, 这个方法仍有可能被应用于核工业。 狄拉克另一个不那么具有个性的研究, 就是他在1933年和卡皮查共同运用电子的玻璃二相性, 发现卡皮查、狄拉克效应, 及电子树通过光场铸波发生的演射, 弯曲。 现代激光技术的进步为证实卡皮查、 狄拉克效应的存在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而狄拉克和卡皮查在1966年卡皮查俱乐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 就私下讨论过这些新的可能性。 有好几个研究团队都想展示这个效应, 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2001年初春, 内布拉斯卡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高效激光和细微的电子树观察到这个效应, 他们所使用的仪器简洁道可以安装在餐厅的饭桌上。 实卡皮查、狄拉克效应现在被应用于细微探测电子和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行为。 狄拉克在广义相对论中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即便这个功绩不能完全说明他的才能。 至于为什么在奥本海默和同事们于1939年做出发现后, 他就对这个工作失去了兴趣的原因, 至今仍然是个谜。 他们发现, 爱因斯坦的理论预测了黑洞的存在, 黑洞是一个具有强大引力场的物体, 即使是光也不能逃脱。 狄拉克对于相对论最重要的贡献是, 他将类比法运用于他最喜爱的符合哈密顿原理的量子力学中, 并且设置了一套互补的数学技术。 其他的物理学家也在同一时期做过类似的工作。 十一这些方法被证实对于天文学家研究紧密间隔的一对旋转的中子星, 通常被称为脉冲星,非常有用。 这样一对中子星的轨道相互交错, 缓慢地释放能量。 这种逐渐的能量释放很容易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解释, 特别是如果使用狄拉克和其他人联合发明的方法, 诠释这个现象就更加容易, 脉冲星发射引力辐射, 就像加速的电子发射电磁辐射一样。 对于引力波的研究, 现在是天文学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 狄拉克对于宇宙在最大规模层面上运行的直觉, 好像没有他专注于原子石那么强烈。 然而,不可否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不久, 在斯科特讲座上评论宇宙学现状时所表现出的远见着实, 而在当时宇宙学还处于萌芽期。 在他顺便提出的一连串机敏的讲话中, 他冒险地提出了一个富有创建的猜测, 即我们周围一切事物复杂的结构, 都能在宇宙初始状态时的量子起伏中找到根源。 狄拉克提出新的宇宙学可能比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哲学上更具革命性。 也许由于目前宇宙学有被不断挖掘的潜力, 这个领域对于一些宇宙最遥远对象的精确观测, 同时也为了解实在的本质, 物质的本质以及最先进的量子理论提供了最新的见解。 戴森在高等研究院的同事, 内森·西伯格·内森·西伯格·内森·西伯格认为, 如果将那个讲座开头的日期从1939年改为1999年, 那这个讲座就会特别引人入胜了。 12. 尽管狄拉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常常对于他的大树假说持怀疑态度, 但他却始终都坚信他的正确性。 6. 13. 他对于大树所持的现代观点让他痴迷了几十年, 其中只有一个大树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即电子和质子之间电力强度和引力强度的比率, 1039。 根本的问题是要了解和其他基础力相比, 为什么引力会如此微弱? 7. 14. 其他让狄拉克困惑的大树现在都可遵循宇宙学的标准理论, 因此没有必要去猜测它们之间的联系, 他所发现的巧合是一种虚幻。 8. 15. 狄拉克相信引力的强度从一开始就在不断降低, 他在晚年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证实这一点, 但天文学家对太阳系内地球附近的星球所做的观测, 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尽管狄拉克的直觉仍然有可能是正确的, 但这个课题在今天的研究日程上被暂时搁置。 有一位科学家总是深入骨髓的坚信, 狄拉克是正确的, 这个人就是利奥波德·哈尔彭, 他于2004年离开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加入了由美国航天局和斯坦福大学联合举办的基于卫星的实验项目, 并成为那里的驻地理论家。 这个项目旨在检查一些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做的未经验证的预言。 16. 哈尔彭希望将他的理论所做的预测与卫星观测相比较, 但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 他于2006年6月由于癌症不治而去世。 17. 无论狄拉克对引力的预测在未来结果如何, 他的名字将永远和宇宙之初的反物质作用联系在一起。 根据现代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在宇宙的初始时期, 也就是在大约137亿年前, 产生了相同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 不久以后, 由夸克和反夸克形成的重粒子的衰变, 导致物质的数量多于反物质的数量, 多余的部分微小, 但至关重要, 正好是每十一中多一个。 第一个对这种差异进行详细分析的科学家是塔姆的学生, 安德烈·萨哈罗夫·安德·萨克朗夫。 他后来在苏联成为一名勇敢的人权活动家, 他在1967年就探讨过正物质的过剩, 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现在的宇宙中存在的正物质, 占压倒性多数。 如果没有这种失衡, 物质和反物质会再形成的那一瞬间, 立即相互湮灭。 如果是那样, 宇宙只不过就是一场短暂的高能量的光雨。 物质,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发现反物质。 9、 18, 至今仍然无法理解, 为何在宇宙形成之初物质多于反物质。 几千个物理学家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试图揭开这个谜底。 粒子加速器是他们主要的实验信息来源, 反物质的产生是在粒子加速器中通过普通粒子之间的对撞, 然后在反物质被物质消灭之前迅速分离出反物质。 通过比较粒子和它们反粒子的衰变, 实验者们希望能够弄清物质, 反物质失衡的真相。 现在每天, 粒子加速器能够产生大约100万一个正电子和5万一个反质子, 总质量大约是十一分之一克。 尽管这个数量很小, 但随意生产的能力将显示, 致人, 现在, 在我们这个物种精华的100万年以后, 会将反物质作为一种工具使用。 今天, 在全世界范围批量生产的设备中经常会产生正电子, 无需手术。 医生们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 PET, 观测患者大脑和心脏的内部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 将小剂量的特殊放射性化学物质注射到患者体内。 这种放射性化学物质会自发地发射正电子, 并和已经渗入化学物质的人体组织中的电子发生相互作用。 所产生的图像即是电子, 反电子湮灭时发出的辐射的记录。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 正电子在科学家眼里, 从冒出来的离经叛道的新鲜事, 摇身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亚原子量子。 公众也越来越熟悉反物质了。 影片《星际迷航》、 何丹、布朗、 Dan Brown的《天使与魔鬼》, 就是对反物质所做的虚构性的戏剧处理。 但是关于反物质的故事, 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 人类首次理解和感知它, 并不是通过视觉、 嗅觉、 味觉或触觉, 而是通过迪拉克头脑中的纯理论推理。 和爱因斯坦一样, 迪拉克总是在寻找一种概论, 就是用越来越少的原理, 更详细地解释宇宙奥妙的理论。 他们两人都相信, 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方式, 就是以优雅的方程表述理论。 十九作为物理学家, 迪拉克已经从数学中获益良多, 正如他在1975年, 以异常坦率的言语写道, 如果你隐悟并且谦卑, 数学会牵着你的手引领你。 一次又一次, 当我无法前行时, 我只是等待, 事物的发生。 数学曾经引领我在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上前行, 这条路径为我展现了新的远景, 这条路径引导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在那里, 人们可以设立运筹的基础, 从这个基础出发, 审视周边的环境和下一步的计划。 十二十, 尽管迪拉克从未公开承认, 美感这位引导者, 不仅曾带领迪拉克的研究, 进入到一片片富饶的沃土, 也将他带到了一处处, 颗粒无收的荒漠。 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 他就是一位数学之美的使者, 总是不断强调具备数学美感的理论所取得的胜利, 而闭口不谈他, 试图使用激发美感, 而引人入胜的数学描述, 自然时所荒废的时光。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他是在完成了他最富成就的工作几年后, 才提出了数学美感的原则。 我们不得不怀疑, 他的一些最伟大的发现, 通常被描绘为他的美学思想的成就, 需要根据他对这一原则的信念而重新解释。 在他那些关于量子力学开拓性的论文中, 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美感是他的向导, 而他只是在那些最低产的平静岁月里, 才重新想到美学的价值。 11、21, 狄拉克第一次明确地表示, 他使用数学美感的原则, 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 当时他驳斥光子和电子的重整化理论, 理由就是这个理论太丑陋。 然而, 他无法建设性地运用这个原则, 来建立新的理论。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狄拉克对于美感的热情, 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破坏性的, 但他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 他的偏执使他无法专注于粒子物理的其他任何课题, 直到他最终找到了一个真正优美的电子和光子理论, 但没有对无穷大致产生任何损毁。 可悲的是, 被诟病的量子厂论的出路被发现了, 只是对于他来说, 来得太晚, 不受无穷大致困扰的电子及光子理论, 前途相当光明, 在1984年秋天已经在理论学者当中开始流传, 而那时他已处在弥留之际。 伦敦大学的迈克尔、 格林、 Michael Green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 施瓦茨、 John Swartz都写过重要的文章表明弦论, 也许可以成为基础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的基石。 12、 22此前, 该理论似乎是说弱力相互作用, 必须具备完美的左右镜像对称, 而这和实验观察的现象相悖, 要证实这个理论可以自然地描述这种被打破的对称, 并且解决理论中其他令人尴尬的异常。 格林和施瓦茨开始了一场革命。 几个星期之内, 弦论即成为了理论物理界最热门的话题。 尽管这个理论远没有完善, 它确实仅仅是一些不成熟的概念的汇集, 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但明显的迹象表明, 该理论包含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全新框架的种子, 这个新框架能够为所有基础的相互作用给出一个统一的表述, 囊括了标准、模型理论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这异星的理论不是用点状的粒子来描述自然, 而是将自然描述成一根一根的弦, 这些弦非常细小, 如果它们能够一根接一根地连接起来, 那么要贯穿一个单一的原子核, 则需要一百兆数量的弦。 在这样一个关于宇宙基础成分的景象里, 只有一种基础物体存在, 那就是弦。 而每一种粒子, 如电子和光子等, 仅仅是弦的振动与阴差, 13的振动模式相似。 14、23这个理论的数学模型很可怕, 但是在这些复杂性的背后, 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基础物理所寄予的期望的现代诠释, 对于所有基础相互作用的统一描述。 现代弦论不存在狄拉克所增悟的无穷大, 如果它在天有灵, 一定会对此印象深刻的。 它还会陶醉于这个理论的数学之美, 它的美感不仅为使用它的物理学家们所欢欣鼓舞, 很多数学家们也不断从其中开发新的概念。 结果证明, 弦论是许多纯数学理念的丰富源泉,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 而不仅仅只作为了解自然的一种工具, 这一点很像狄拉克方程。 狄拉克会很高兴地看到, 它的继任者们发现, 它那些优美但显然无结果的数学理念, 在物理学上最终被派上了用场。 其中的一个实例, 就是建议中的弦论和量子敞论的联系, 被称为ADCFT对应。 15, 它的数学特性就是, 狄拉克在1963年最先提出的, 而他早在1936年就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这个数学特性, 对于阿根廷的理论学家胡安·马尔达西纳, 王·马尔达西纳是一个惊喜, 他在1997年首次提出这个对应。 狄拉克的1963年的那篇论文, 隐含着对这个对应关键的洞察, 事实上, 那篇论文预示了ADCFT对应。 16, 没有人对于揭示弦论所作的贡献超过高等研究院的数学物理学家爱德华·威腾·Edward Whitten。 1981年, 他30岁, 作为埃里切暑器学校的讲师, 和狄拉克有过短暂的会面, 也听到过他经常提到的对于重整化理论的谴责, 但威腾选择不采取他的建议。 狄拉克密切关注威腾的工作, 并在1982年用他那颤抖的手写信给教皇学院, 建议提名威腾成为一个特别奖项的获得者, 他形容威腾的数学成就是杰出的。 17, 25,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 威腾作为数理理论学家在弦论领域的声誉, 就如同半个世纪以前狄拉克作为理论学家在量子理论的声誉。 狄拉克提出需要一场革命来推出一个新的理论, 以规避无穷大值, 以便使重整化理论变得不再必要。 威腾相信, 当狄拉克在提出这个想法时, 他的脑子里似乎已经有了类似贤论的理论。 在某些方面, 狄拉克对于重整化的反应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他说, 随着贤论的出现, 他希望看到更好的理论终究被开发出来。 但是至今为止, 物理学家们所获得的这个新理论上的多数进展, 还是基于使用和研究重整化理论。 因此, 你们会看到狄拉克的成果都是苦乐参半的, 有一些方面它是正确的, 但是它的方法不完全实用。 对于狄拉克看待重整化理论的那种坚持原则, 但适得其反的态度的这种婉转表达的判断, 实在很难提出意义。 他作为纯数学的学生学到的是严谨, 而作为工程系的学生学到的是实用, 如果他能放弃一些对严谨的坚持, 而保留一些实用主义, 极有可能他的成就会更加伟大。 也许, 如果他在量子场论方面表现得再活跃一些, 那么量子场论会更加迅速地发展, 而现代弦论也会更早地被发现。 尽管弦论是基础相互作用统一理论唯一的强力候选理论, 但仍然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理论学家承认它的价值。 有相当数量的物理学家担心这个理论只适用于多于四维的空间, 在十维甚至十一维的空间中最异于用公式表达。 更令人担忧的是, 他得不到实验的验证, 弦论尚未做出任何能够让实验者验证的明确预测。 这都是一些关键的信号, 一些物理学家认为, 这个理论被荒诞地高估了, 最好还是另辟途径。 最直言不讳的怀疑者就是标准模型理论的先驱马丁、 维尔特曼、 马尔特曼·维尔特曼。 他说, 弦论就是一个巫术, 他与实验扯不上任何关系。 十九、二十七, 但是狄拉克在他关于理论物理, 何去何从的一些讲座上, 反复重申的话, 明确地反对这些批评者的言论。 他会建议弦论学家们认随这个理论美感的牵引, 而不要去顾及是否缺乏实验依据, 即便有几个实验观测的结果与之相悖, 也不要退缩。 但他也会提醒弦论学家们要谦逊, 且保持思想开放, 永远不要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基础物理的终结。 如果过去的经验还靠得住的话, 那么新的一场革命终将要来临。 这就是一个极其不轻易表露自己感觉的人向他的同行们提出的建议, 跟着感觉走, 这最重要。 一, 温伯格写下这段话, 让我在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高声朗读。 文本的内容于2007年7月22日, 经温伯格本人核对, 电子邮件。 作者注。 二, 此处原文为Mathematical Hieroglyphics, 指引为数学象形文字。 意义者注。 三, Spiner, 悬量, 在二维或四维空间有副坐标的一个相似于矢量的量, 特别用于相对论的数学中。 意义者注。 四, 负数在实数范围内不能开平方, 只有在负数范围内才可以开平方根。 例如, 杠一的平方根为正负一i。 意义者注。 五, 史蒂芬, 霍金亮相《星际迷航》的一个剧集中, 首次播出于1993年6月21日, 而他亮相《辛普森一家》的一集播出于1999年5月9日, 以及2005年5月1日。 作者注。 六, 在采访中, 利奥波德, 哈尔鹏经常强调狄拉克大树假说的重要性, 2006年2月6日对哈尔鹏的采访。 作者注。 七, 根据常规测量, 引力是次强基础力的1030分之一, 属于弱相互作用。 作者注。 八, 参见李斯著作, 2003年, 感谢马丁·李斯对于迪拉克大树假说现状的解释。 作者注。 九, 感谢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卢尔夫·兰杜亚为我提供的专业上的帮助, 使我了解了对于反物质实验研究的现状。 作者注。 十, 这段话写于1975年11月27日, 似乎对迪拉克具有特殊意义。 他将这段话写在单独的一页纸上, 并将它和演讲稿一起存档。 迪拉克文献229斜杠时期,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有些话有所改动, 确实改动过。 所改动的原话为, 我感觉我的手被数学牵引着。 作者注。 十一, 美感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他于1933年 与卡皮查核写的论文《光注波的电子反射》中, 文章中他们提到过加布里埃尔·李普曼 运用的彩色摄影所产生的美感。 作者注。 十二, 格林河·施瓦茨的论文 于1984年9月10日被学术杂志《物理快报B》 接受并于12月13日发表。 作者注。 十三, 阴差是呈外形的钢质或铝合金发生器, 各种阴差可因其质量和差弊长短, 粗细不同而在震动时发出不同频率的纯音。 阴差在1711年由英国人约翰·朔尔·张雪尔发明。 目前最常为音乐家使用的阴差, 频率为440Hz。 此音高长久以来就被作为乐团的调音标准。 一者注。 十四, 关于现代弦论的通俗描述, 详见格林著作1999年。 作者注。 十五, AdCFT对应, 全称为反德西特, 共性场论对应, 假设为空间中的规范场论和为空间中的超显理论之间, 为同一件事物的两种等价描述。 AdCFT对应, 亦被理解为全西原理的一个应用。 一者注。 十六, 根据2009年9月8日与胡安·马尔达西纳的私人对话。 作者注。 十七, 迪拉克在笔记中赞扬了威腾为数学物理方面的一些难题, 给出了杰出的解决方案。 迪拉克文献249,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作者注。 十八, 根据2005年7月8日对爱德华·威腾的采访, 以及2006年8月30日的电子邮件。 作者注。 十九, 根据2008年1月20日来自维尔特曼的电子邮件。 对于贤论的怀疑, 详见沃特著作。 2006年尤其关注十三至十九章。 作者注。 一者后继。 2013年5月, 我因公初拆到山城重庆, 经艺术家倪军先生的引荐, 结识了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陈晓阳女士, 和国际版权合作部门的负责人王斌先生。 王先生十分赋予动见, 且做事十分果断干练, 对传播严肃学术出版物有着火热的激情。 当他向我介绍著名的物理学家迪拉克齐人骑士时, 我十分感兴趣并有幸承接了法米罗先生 所助这部迪拉克传记的翻译工作。 翻译的过程历时一年, 各种艰辛字不带说, 在以尽全力之余, 唯恐文字不达原作之意。 所幸在我策划的一次艺术展览会上, 结识了北京科技大学, 执教量子物理的纪燕江先生。 我向他表达了, 请他校正艺文中的科学术语这个意思之后, 纪老师欣然接受了我的诚情。 他不仅纠正了艺稿中的外行话, 还一一指出了文中的笔物, 错字以及文法上的疑点, 使我在感动及感激之余, 心中还多了一份 对科学工作者的认真严谨所产生的敬意。 我所从事的工作是艺术推广, 在我的认识里, 艺术品存在的意义 就在于它们能够激发观者的想象, 使人们进入深刻的思考。 当我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时, 保罗·狄拉克这个人物形象 在我的心中已然变成了一幅水墨画, 虽然色彩简单, 但生动鲜活。 更为重要的是, 这幅人生画卷抽象而深刻。 狄拉克的深刻在于 他将思想这一行为 推向到了一种极致, 这一点很像艺术。 狄拉克运用纯数学的逻辑推理, 得出了许多关于宇宙的理论, 虽然在当时有限的实验条件下 得不到验证, 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 敢于做孤独的失败者。 而他的理论在他身后几十年的今天, 还在不断地被验证和扩展, 并应用于我们时代最前沿的科技。 狄拉克这样一位人物的出现和存在 与他所处的宽容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西方社会自伽利略时代 以后就不断在反思政治、 宗教以及道德 对于科学思想发展的禁锢。 这也是二十世纪西方科学 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设想,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粒种子, 在一些读者的心中萌芽, 在当今风行的实用主义的荒漠中 耕耘出一片土壤, 让我们的社会文明高度得到一些提升, 使宽容和理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 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思想者。 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能够得到文字以外的感悟与体验。 疏忽错漏, 闭所难免。 因此, 我在译文中多处复印了原文, 以供读者查好纸匣, 便于四方匡正。 除上述提及的四位老师外, 我还在该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 得到了本书责任编辑 胡小金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此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 还有多位亲友为此书的翻译 给予了善意的理解和帮助, 在此姑且略诸, 一并致谢。 蓝梅 2014年5月23日 与北京关系社 www.grond11house.org